男人穿越到全民修炼的高五世界 本以为能够成为一级舞者扬名天下 可不料被世界判定为入侵者 强行给他施加了状态反转的棒 男人名为陈宇 因为一场意外在半个月前穿越到了另外一个平行地球 一个高五地球 此时京城市第二中学内 班主任正在给同学们介绍一级狼形异兽 第一次出现在1982年 他能轻松挖穿人类的城墙 咬坏坦克装甲 人类的热武器对他们毫无用处 因此全球人口迅速缩减了三分之一 直到可以击败异兽的舞者出现 人们发现静气可以与异兽对抗 之后为了普及静气 所以加入到义务教育当中 这个世界争灵可怖的异兽蠢蠢于东 随时准备冲击肆虐 残杀人类 说到这 班主任忽然严肃地摆手道 现在距离高考只剩数十天了 大家必须勤于修炼静气 才能考上好大学啊 就在这时 班主任猛然将手中的黑板 插扔到了陈宇的头上 打断了他的美梦 而陈宇被打断后 立即猛然起身恼怒道 卧槽 课金抽卡又保底了 班主任健壮当即训斥道 陈宇你好大的胆子 作为一个差等生还赶上课睡觉 陈宇文生只好善善一笑应付过去 他不禁在心中暗道 真会气 不仅穿越到一个没有天赋的普通人身上 而且我的金手指似乎还出现了异常 一直在脑海里不断想起警告 检测灵魂不属于当前世界 而班主任忽然来到陈宇跟前恼怒道 你这样是考不上大学的 如今的社会 你连一级舞者都达不到 怎么赚钱养家 你好歹是家里唯一的希望 你对得起你的家人吗 陈宇文言连忙善笑道 抱歉 下次一定不敢了 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弹出提示 应多次警告非法入侵灵魂体无效 诅咒正式生效 陈宇文生顿时心头一喜 啥意思 金手指突然好了吗 紧接着系统就弹出面板 属性获得方式为诅咒 陈宇在看完系统面板后 不经心头一震 刚刚那个奇怪的系统声音 说获取属性的方式为诅咒吗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就在陈宇思索之时 班主任忽然拍了拍他的肩膀开口道 陈宇啊 我知道你还有救 紧接着班主任就摆出 一副感动的表情勉励道 至少你扫地还是很干净的 老师也不会放弃你 你要努力 就在这时 系统猛然响起提示 诅咒效果 状态因果反转 而一众同学却忽然纷纷出声嘲讽道 就他这样的班级垫底声还有救吗 别想啊 毕业后铁定班砖 一辈子前途暗淡啊 陈宇当即就被气到浑身发抖 他不禁在心中暗骂道 该死的 重生到这幅乔木不可凋野的身体上 怎么可能跟得上别人的修炼进度 难道重生以后 还是要跟前是一样 做的垃圾荒废一声吗 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响起提示 状态因果反转 受到精神伤害 精神力加12 魅力加8 幸运加3 自信加5 陈宇闻声顿时心头一震 什么鬼 被同学骂了反而增加属性值了 当即陈宇就开始东张西望 同时在心中暗道 这个系统有点古怪 我得找个借口溜出去研究一下才行 紧接着陈宇就无视班主任的咆哮 直接留下一句我要上厕所 便直接从后面溜了出去 在偷溜到学校附近的小巷时 系统立即就响起提示 偷懒中 静气加6 气血加5 陈宇不禁暗暗思索了起来 随便偷懒居然就给我加了6点进气 难道获得属性的方式需要反着来吗 比如偷懒 被人骂等等 认真练功被夸奖 反而要被扣属性 一会的实验下才行 望着自己的个人面板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看来必须要快点把那种反面 长进气的方式给实验出来才行 毕竟进气才是舞者最重要的属性 气血值应该就是HP了 精神也就是MP 那自信和魅力值又是什么东西 方便以后泡妞用的吗 就在陈宇思索之时 他忽然发现不远处的一对男女 正在热情的拥抱 并不断发出恩哼的叫声 而陈宇没有躲开二人 而是直接走到二人旁边默默看了起来 好伴想之后 陈宇忽然出声打断道 同学 注意影响啊 我刚刚好像看到有老师过来 可及毛男文声却依旧继续忙碌 同事不耐烦地摆手道 滚远点 你个单身狗 顿时陈宇就美好气地低声吐槽道 卧槽 狗男女 顿时系统就弹出提示 自信加四 魅力加二 然而就在陈宇准备离去之时 那名女子身上的容貌却忽然退去 同时发出一阵诡异的笑声 同学 你刚刚是在说我吗 只见那名女子摇身一遍 露出了毒气寄生兽的正面孔 她抓住被吸干的金毛男朝着陈宇 投去了不怀好意的目光 而陈宇见状当即脸色一遍连忙回应道 我刚刚只是随口说了一句 不是在嘲讽你们 疯了疯了 男人居然将毒气暴风吸入以求突破极限 就在刚刚 陈宇在路过小巷子时 却意外遭遇专吸男人的毒气寄生兽 在人形化的毒气寄生兽松手后 金毛男立即就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陈宇见状顿时当场吓尿 卧槽 这男的被杀了吗 就在陈宇震惊之时 毒气寄生兽忽然咧嘴一笑 既然被你发现了 那我也只能送你一同上路了 话音刚落 毒气寄生兽立即完全展现出 自己那曼妙的人形姿态 一级毒气寄生兽 针对人类研发的寄生体 一寿寄生在人类体内 以此混入人类 能释放麻痹毒气 紧接着毒气寄生兽 就猛地张开樱桃小嘴 露出那条异于常人的舌头 同时凝声道 让我吃掉你吧 下一刻 毒气寄生兽猛然一塔 以极快的速度抬手 就将陈宇给直接拍飞 顿时就想起系统提示 收到伤害 气血加406 进气加53 被揍的口喷番茄酱的 陈宇文声不由在心中暗骂道 卧槽 这坑爹的系统 提高获取量有什么用 再挨两下我就要没了呀 虽然我可以用伤患属性 但是怕一击致死啊 一旦重要器官被轰掉 系统加再多进气和血气都没用啊 看着自己距离一级舞者 还差900多点的进气 陈宇顿时焦急了起来 得向个办法提高进气 突破舞者境界 才能杀一兽自救 然而就在这时 毒气寄生兽一个剑步迅速 就将陈宇给牢牢抓住 同时大笑道 抓住你了 小可爱 紧接着毒气寄生兽 就匍匐在陈宇的身上 步步紧逼将他给压制在墙上 同时发出一道诡异的笑声 让我乖乖吃了你吧 而陈宇见状顿时就慌得一逼 怎么办 这样下去迟早完蛋 就在这时 毒气寄生兽忽然吐出 那个布满吸盘的长蛇 一阵绿油油的毒气 顿时从中溢出 陈宇见状不由心头一阵 等等 从他口中挑出的气体似乎有毒 在陈宇吸入气体的瞬间 系统顿时响起提示 受到毒气攻击 净气加13 闻声 陈宇顿时心生一记 当即他就朝毒气寄生兽开口道 长蛇女 你嘴巴挺臭的呀 话音刚落 恼羞成怒的毒气寄生兽 直接双手猛地发力 将陈宇狠狠地按在墙上摩擦 当即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伤害 气血加390 紧接着毒气寄生兽就凝声大笑道 牙尖嘴利的小鬼 既然说我嘴臭 那就让你吸毒气麻痹致死吧 顿时毒气寄生兽就猛然张开大嘴 露出猙獰可怖的獠牙 浓郁的毒气立即从中喷涌而出 见此情景 陈宇却丝毫不慌 反而任由那股浓郁的毒气朝自己涌来 紧接着他就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在心中暗道 果然 他中计了 当即陈宇就开始猛然吸气 将缭绕在自己身旁的毒气竞数吸入体内 顿时系统就开始疯狂弹出临时增加属性的提示 陈宇的身体属性在短时间内获得了爆发性的增长 眨眼间 陈宇就被体内那股瞬间涌出的力量给撑到双眼发白 体内的力量过于狂暴 陈宇根本来不及做出反应 直接就朝着地上倒去 就在陈宇倒地之时 毒气寄生兽如恶狼般迅速跃起 他张开那争鸣恐怖的巨嘴 迫不及待地就要往陈宇身上扑去 然而就在这时 陈宇却忽然猛地站起身来 直接用双臂将毒气寄生兽给抓住 他通过吸入大量毒气 此时已经突破了舞者的极限 此时陈宇已经临时拥有了一万点劲气 突破到了二级舞者的境界 感受着体内澎湃的力量 陈宇不禁得意一笑 居然成功了呢 而被陈宇牢牢抓住的毒气寄生兽 眼中不禁闪过一丝慌乱 紧接着陈宇就猛然抬手 月寒全身力量的一拳猛然轰出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将体内的静气 给挥霍一空 下一秒 一道剧烈的轰鸣猛然传出 原本不可一世的一击毒气寄生兽 居然硬生生被陈宇这一拳给当场轰穿 被秒杀当场 在轰杀了毒气寄生兽后 那霸道的拳风却并未停止 澎湃的静气瞬间席卷整个街区 下一刻 在临时buff结束之后 恢复常态的陈宇不禁暗松了口气道 挺过来了 终于将你给干掉了 还没得陈宇缓过进来 四周就传出阵阵议论声 当即他就暗道不妙 这惨烈的场面要是被人看到 指定解释不清楚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本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原则 陈宇直接把腿就开溜 在半小时后 一铃女子赶到了现场 望着被烘成肉泥的毒气寄生兽 她不禁难难道 是寄生兽 居然有异兽的侦察兵混入城了 在查看了一番后 女子不禁眉头微皱道 是一击必杀 好猛的进气爆发 这是二级舞者出手了吗 男人意外获得珍贵无比的增气丸 可在服用后 却直接被扣了几百点进气属性 就在刚刚 陈宇依靠吸入大量毒气 一拳鸟杀了一级寄生兽 为了避免节外生枝 她便连忙赶回家 而正在准备饭菜的陈母 也没有留意到陈宇那满身的泥雾 在进入到房间后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暗嘀咕道 刚刚是什么东西 居然有寄生兽到了城里 我要不要报警啊 紧接着陈宇忽然眉头一皱 发觉情况有点不太对劲 只见一位身材曼妙的少女 仰躺在床上 翘着一只白嫩纤细的小脚丫 短白丝袜只脱了一半 晃来晃去 陈思文当即开口道 你瞅啥 陈宇文声不由美好气道 姐你啥时候学的东北话呀 而陈思文则坐起身来 缓缓穿上袜子印道 昨天来了个东北新同事 学了几句 随后陈思文瞄了陈宇一眼 然后有些讶异道 你这是怎么了 衣服上怎么有血迹 陈宇文言连忙胡编乱造印付道 没什么 我刚刚不小心摔了一跤 而陈思文却眉头一皱 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随后陈宇便准备去换件衣服 而楼下则传来陈母呼唤吃饭的声音 很快陈宇就来到了餐桌前 望着满满一桌子的菜肴 他不禁讶异道 好丰盛啊 他原本还在害怕 害怕穿越后 原本的母亲和姐姐换了人 结果只是社会背景变了而已 其他都没啥变化 紧接着陈宇就夹起菜上的葱花 然后将葱花放在陈思文的碗里 同时暗暗感动道 一家人和和睦睦多好 我真是个孝顺的孩子 而陈思文也不甘示弱 直接夹起桌上的纸巾 然后一把将纸巾塞到陈宇的碗里 同时开口道 地你长大了 要补充营养 当即陈母就一把将二人 给按在一起摩擦道 你们够了 给我安心吃饭 随后陈宇便夹起米饭 放入口中咀嚼 任由香软在唇齿间蔓延 然后满足地咽下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进食中 饥饿加五 体质减一 健康减一 当即陈宇就放下手中的饭碗 在心中暗暗咆哮起来 卧槽 忘记这破反向诅咒了 而陈思文见陈宇一副 没食欲的模样 也不由停下了手中的碗筷 随后陈思文掏出一个盒子 递到陈宇跟前再次开口道 算了 我就不打击你了 随后陈宇便直接打开陈思文的礼物 然后满脸讶异地开口道 这是 只见木盒中装着五颗圆滚滚的棕色丹药 陈思文则淡淡地开口道 这是增气丹 陈母文声不由惊恶道 思文 你哪来钱买的这个 陈宇也被惊到了 他不禁泪流满脸道 你是不是出卖了自己的身体 当即陈思文就恼怒地抱锤 陈宇同时开口道 闭嘴 别胡说八道 我用存款加上分期 有问题吗 就在这时 陈母忽然神情黯淡地叹息道 思文 你省吃俭用就为了买这个 就你弟的成绩 再吃食科 也考不上大学 陈思文则无所谓道 我只是不想让他像我一样 闻言 陈宇不由拿起单要暗暗敌不道 两年前 陈思文就是在高考擂台上 被人针对性地打碎了气海 文为最底层的普通人 还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为了变强和守护自己的姐姐 陈宇便直接将增气单给服下 顿时系统就想起提示 受到药力激增 进气减366 体质减4 耐力减2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骂道 卧槽 又往反向诅咒了 最少三天的修为没了 见陈宇吃下单要 陈思文便收起了剩下的单要开口道 还有四颗 为了防止你卖掉 就都放在我这了 以后每隔两天吃一粒 吃没了 姐姐再给你买 半小时后 来到大街上的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道 不能继续咸鱼下去了 稍微变强点 最少也要帮姐姐报仇 一想到今天的经历 陈宇不禁拿起手机暗暗思索起来 下午吸入寄生兽的毒气 跟刚刚的增气单反向增强 让我得到了灵感 当即陈宇就在手机上快速搜索 如何降低舞者的修为 映入眼帘的是关掉关掉 关掉这些网络游戏 舞者才有美好的明天 最新研究证实 沉迷女生的舞者 修为退化得更快 舞者不需要爱情 还有马武神的名言 我不喜欢静气 我甚至从来没碰过静气 只是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越来越多 我这辈子最后悔的一件事 就是成为舞者 搜索结果五花八门 不过陈宇还是很快就找到了答案 第一是毒 针对性损坏气海的毒药 最有效 中毒严重的舞者 甚至能一招回到解放前 沦为普通人 第二就是色 无论男女 沉迷其中的舞者 修为都会莫名倒退 至今原因不明 第三就是烟 烟内的一氧化碳类生物碱 和重金属元素 会略微影响静气的运转与凝聚 是目前社会中 舞者群体修为衰减的主要祸首 看到这里 陈宇立即就有了想法 这个方法不错 就这个方法了 男人只是抽了包滑子 居然就能一拳干啪校园恶霸 就在刚刚 陈宇服下了增气丸 却掉了三天的静气修为 为了早日变强 陈宇很快就来到一家便利店 并表示自己要买滑子 可一进门 陈宇的脸色忽然就变得通红了起来 只因这家便利店的老板娘 居然是个前凸后翘的大美女 并且还主动询问道 小可爱 你是想要这个吗 一听这话 陈宇连忙吻了吻 心神点头应道 对 我要买这个 可话音刚落 老板娘就放下滑子 朝着不知所措的陈宇走去 下一刻 老板娘忽然揪起陈宇的衣服告诫道 小弟弟我看你没成年哦 我讨厌不守规矩的孩子 好好回去练舞吧 说吧 老板娘便摆了白手转身道 快回学校吧 小弟弟 不然要迟到了 闻言 陈宇便从身上掏出 早已准备好的鞭炮低声道 敬酒不吃吃法酒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当即陈宇就将鞭炮点着 朝着老板娘丢去 而老板娘猝不及防 立即就被吓了一跳 紧接着陈宇就放下 自己所剩无几的零花钱 然后迅速拿起桌上的滑子 无视老板娘的喊叫撒腿就跑 紧接着陈宇就找到一个 四处无人的地方 开始激情焚香 才一会的功夫 一包华子就被他给暴风吸入 被干了个精光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恶性气体侵袭 静气加98 此时陈宇能清晰地感受到 丹田内沸腾的气海 静气流转 生生不息 这静气水平 显然已经达到了0.3级舞者了 要知道在高三班级中 0.5级的舞者已经算得上是尖子生了 0.8级就能进入全校前十 青榜留名 而一级舞者就算考不进大学 直接进入社会保底也是月薪过万 毕竟很多大学的毕业生 普遍也就一级舞者水平 一想到这里 陈宇顿时暗暗激动了起来 只要华子管够 一个月后的高考 成为一级舞者 顺便拿个状元也不是难事啊 就在陈宇思索之时 不远处忽然传来的脚步声 就打算了他的思绪 只见两名小嘎嘎在来到陈宇跟前后 立即将他围了起来同时冷笑道 居然敢躲在这里焚香 还不快点把剩下的华子给哥们上交 望着忽然出现的小嘎嘎 陈宇的脸色顿时难看了起来 只因这两人是无耻又下贱的校园恶霸 成天就只知道勒索要好处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还动不动就拿自己练手拳脚相夹 见陈宇默不作声 小嘎嘎立即威胁陈宇 如果不把剩下的华子交出 就要举报他焚香的事情 见陈宇迟迟没有反应 小嘎嘎立即急眼了 准备顾忌虫师将陈宇先揍两个半小时 当即黄毛男就率先冲出 直接揪起陈宇就要动手 可显然这次和以往都不同了 在黄毛男扑到跟前的瞬间 陈宇一拳轰出直接将他揍飞 当即陈宇就在心中暗道 劳子可是在异兽手里死里逃生 哪有怕你们两个垃圾的道理 顿时他就眉头一条怒喝道 劳子连你们两个很久了 一堂的大春望着倒地不起 且一脸安详的大秋 顿时就被惊得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而陈宇也不禁满脸震惊地 看着自己的双手暗暗嘀咕道 真是厉害 只是一包滑子 在诅咒的翻转之下 我居然获得这么强的修为增益 就在陈宇愣神之际 一堂的大春猛然抓住这个机会 迅速抄起家伙对着陈宇就是一记突袭 殊不知他的偷袭 在陈宇的眼中简直就像是慢动作 仅仅身形一侧就将其轻松躲开 不仅如此 大春的动作在他的眼里 简直全是破绽 简直是漏洞百出的战斗方式 只见大春连陈宇的汗毛都碰不到 反手就被陈宇一记蕴含0.3进气的一拳 给狠狠的轰重腹部 在失去意识前 大春做梦也想不到眼前这小子 居然已经变得这么强了 而惨遭霸凌的陈宇却并不打算就此放过二人 一个恶趣味的想法立即浮上心头 不一会 被陈宇曝光的大春和大秋就被捆绑在一起 被丢在大街上被人拍照围观 陈宇在回到学校后不禁暗暗窃喜道 这算哪门子的诅咒 根本就是老天爷赠宇的福音 只是一包华子 实力就暴涨到了0.3级舞者的水平 仅仅两三下就将0.1级别的舞者给干趴 真是大快人心 想到这 陈宇不禁暗暗激动了起来 要是以后华子管够 我岂不是要原地起飞了 反正有毒气体能够增益 以后就干脆把华子当饭吃散了 顿时陈宇就对未来产生了极大的希望 这样一来 实力暴涨的我 以后岂不是能呼风唤雨了 然而就在这时 班主任却忽然出现在他身旁打断了 成天不好好修炼了 只会做这种白日梦 昨天居然敢早退 而被打断的陈宇顿时就被吓了一跳 这个女人不仅费了陈宇姐姐的修为 居然还当众要陈宇帮她舔鞋子 就在刚刚 依靠华子将修为提升到了0.3级舞者的陈宇 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可班主任在看到陈宇之后 立即满脸严肃道 你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来我办公室一趟 紧接着班主任就摆开架时试一道 集中注意力 气沉丹田 感受体内静气的存在 调动你的气海 让静气在体内进行循环 见陈宇目不作声 班主任顿时急眼了 距离高考还剩33天 这一个月的时间 除了睡觉 每时每刻都要修炼 虽然考不上本科 但大专怎么也要考一个呀 臭小子 听着班主任不绝于耳的鼓励 系统立即就扣除陈宇四点精神属性 当即他就连忙开口道 我练就是了 随后陈宇便按照班主任的教导 开始摆出修炼的架势 就在运转静气开始循环的瞬间 系统立即响起静气减一的提示 而班主任则不断鼓励道 你真棒 不错 就是这样子 这不就提升静气了吗 在持续修炼了十分钟之后 已经被扣了数十点静气的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骂道 不行 这样下去将来指定要死在他手里 然而就在这时 办公室的喇叭内忽然传出 全体师生集合的通知 在集合之后 高考试试大会便正式开始 校长立即就在讲台上 不断地宣读着各种鼓励的言辞 而陈宇在来到操场之后 立即就遭到了一众同学的讥讽 当即就想起系统提示 受到群嘲 自信加二 幸运加五 还默等陈宇说话 周围再次传来此起彼伏的彼一声 受到心理伤害 再次增加了八点精神 而忍无可忍的陈宇终于爆发了 你们吵够了没 唧唧歪歪的 我怎么样是我自己的事 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 话音刚落 一众同学立即开始疯狂回怼 陈宇见状当即就暗道不妙 我去 难敌众口啊 不过在看到又增加了15点精神力之后 陈宇立即就释怀了 随你们骂吧 反正诅咒会反转你们的嘲讽和心理伤害 就在陈宇暗爽之时 班主任却忽然出声打断道 给我安静点 别闹了 模范生要上台演讲了 只见曾经二中的尖子生 如今身为京城大学学生 舞者公会副主席的行币缓缓走到了讲台之上 当即班主任就激动道 认得他吗 当年的清诚是状元 你们要以他为榜样 而陈宇则脸色阴沉地开口道 他话成灰我都认的 陈宇能对行币记得那么清楚 是因为他的姐姐陈斯文 正是被那女人废掉的 当时他高一身处现场 就在高考的擂台下 亲眼见证行币打碎了他姐的气海 打碎了陈斯文的一切前途 就在这时 行币忽然眉头一挑缓缓开口道 接下来我演讲的内容是 废物是没有资格考大学的 他们只会占用社会优质的教育资源 却又浑水摸鱼 不思进取 考试挂科甚至还逃课 紧接着行币就眉头一皱比一地 看向陈宇开口道 比如 位于台下的陈宇同学 从你身上 我看到了你的姐姐陈斯文的影子呢 我建议你早点进场打螺丝 文言 陈宇立即从人群中缓缓走出 他脸色慢慢阴沉 双眼微眉地冷声道 你说什么 班主任文言连忙站出来善笑道 都怪我没好好引导陈宇 我这班主任当的真的失职啊 可校长却忽然开口打断道 行了 李老师 不用再护着他了 他是二中全校唯一的独流 让他消失才能避免影响今年的升学率啊 二中的目标是培养一个又一个 和行币一样的高质量精英 而不是把教育资源浪费在陈宇这样的蛀虫身上 说到这 校长不禁将目光停留在行币身上再次开口道 你们可要以行币学姐为榜样 不能辜负学校的栽培 话音刚落 四周立即就响起妈妈声 陈宇同学 你知道羞愧吗 你为二中蒙羞 而班主任连忙低伸开口道 陈宇 要稳住啊 可接着行币忽然满脸得意的开口道 这样吧 陈宇 我就给个机会让你证明你自己 说完 行币忽然就往自己的鞋子上喷出一口唾液 紧接着他就将自己的鞋子伸出同时得意道 你只要跪下来舔干净我的鞋子 我就给你写封三本大学的推荐信 让你有书可读 不至于跟你姐姐那个废物一样 男人买华子只付二十块导致被老板娘找上门来 可没想到早就看他不顺眼的校长 居然当场就将他给开除了 就在刚刚 行币在学校的世事大会上 公然表示只要陈宇帮他舔靴子 就会让他顺利读上大学 班主任见自己的学生被羞辱顿时就急眼了 而一旁的校长则在心中暗道 居然还有这种好事 底下的学生们也不由开口道 行币学姐 会不会太过分了 你这么做是什么意思 陈宇文声不禁眉头一挑开口道 谢谢你们为我说话 下一秒学生们忽然纷纷抱怨道 为什么要奖励他 陈宇这种废物凭什么能有这种待遇 就在这时 行币忽然咧嘴一笑朝陈宇开口道 怎么样 陈宇同学 陈宇文言顿时脸色冰冷地回对道 当然可以 我输了的话 就给你下跪舔靴子 但如果我考上大学了 你就给我姐姐跪下病道歉 此话一出 台上的校长立马急眼了 大胆 居然敢对本校的优秀状元学姐不尽 还敢公然和学姐打赌 校长的话还没说完 行币就忽然白手打断道 我就接下你这个赌约的陈宇文言 陈宇当即就露出一抹必胜的表情自信道 我陈宇发誓 三十年河北三十年河南 我一定会考上的 然而就在这时 便利店的女老板忽然带着警察来到了台上 并指着陈宇开口道 警察同志 就是他 就是这个人 抢走了我店里的滑子 劳烦你们帮我尽快处理一下 看着操场内所有的目光都投在自己身上 顿时陈宇就脸色大便石化当场 在经过一番解释之后 民警便开口调解道 鉴于这位同学并不知道华子的价格 也有付款的行为 非有意盗窃 还是出饭并且是未成年 不建议拘留 有意义吗 随后班主任便来到女老板跟前开口道 华子的损失就由我来赔偿吧 真的很抱歉 女老板文言不由叹了口气道 算了 既然这样我也不追究了 在女老板离开之后 行币不由眉头一挑 看来赌约要提前完成了呢 你被开除了的话 可就没法高考了 不如现在跪下来舔干净我的靴子吧 一堂的班主任文言连忙朝着校长善笑道 校长 我回去一定好好教育这臭小子 可校长却直接和指了班主任的劝说 然后直接将一张纸丢在陈宇身上 看着眼前的退学通知书 陈宇的脑子立即就有些乱了 他没想到自己竟然就这么被开除了 而校长则满脸严肃地开口道 从今起 你不再是二中的学生了 这次你严重触犯二中校规 性质极度恶劣 选扑个然后滚吧 见此情形 班主任连忙开口劝说道 校长 钱我已经替陈宇赔了 况且那个女老板也不追究了 请再给陈宇一次机会吧 就在这时 忽然传出斯拉的一声 陈宇直接将手中的退学通知撕碎 同时开口道 别再废口舌为我求情了 班主任 说完 陈宇就将那团废纸撒向空中同时转身道 赌约还没结束 我会成功高考的 等着瞧 见陈宇这么硬气 行李不禁有些诧异地开口道 陈宇有血性呢 那我就等着看你完蛋 而班主任则连忙快步追上陈宇劝阻道 陈宇 你先等等 陈宇闻声立马就停下了脚步 然后帅气地转身道 老师 已经可以了 你已经为我做得够多了 谢谢你一直没放弃我 虽然最后我还是不争气 让你这么费尽心力 但我会一直记得你这位老师的 说完 陈宇便直接朝着校外走去 而班主任不禁暗暗嘀咕道 这臭小子 被退学还搞得这么潇洒 在潇洒地离开了学校后 陈宇立刻就伪了 虽然嘴上很硬 但是陈宇此时内心已然慌得一逼 陈宇不禁边走边在心中暗道 刚才为了陈宇失嘴快 态度太强硬了 我这都被开除了 以后怎么办 还不敢回家 不过一想到自己和行必 那是关自己尊严的赌约 陈宇顿时就急眼了 不行 得想办法高考了 不然我就真的要去舔他靴子了 当即陈宇就再次来到了 女老板的店铺 然后准备找他算一算账 他感觉自己之所以会落到这幅田地 全都是女老板的原因 而女老板在看到有声音上门后 立即热情地开口道 哪来的年下小奶狗 进来找姐姐有什么事啊 可在他看清了男人后 不禁脸色难看地开口道 等等 你不是那个偷烟贼吗 而陈宇则直接咆哮道 都怪你 你害我被开除了知道吗 女老板则没好气地回应道 那个校长居然说开除你 我不是说了不追究吗 文言 陈宇也冷静了下来 然后叹息道 也是 我错了 这都是我的因果 话音刚落 女老板忽然凑到陈宇跟前捏了捏他的下巴开口道 看在你认错的份上 姐姐我就给你推荐些工作吧 你这脸蛋还是挺受欢迎的 陈宇文言立马脸色一阵拒绝道 我会打工赔你钱 但不是通过这种方式 而且你做得过分了 让我失去了高考机会 失去了改变人生的机会 一听这话 女老板当即就在心中暗道 我刚刚是不是太过分了 她连忙开口安抚道 小弟弟别生气 我刚刚开个玩笑而已 可陈宇却忽然露锤桌子不甘道 毁了一个认真学习的年轻人的前途 你心里不会惭愧吗 见陈宇这么激动 女老板顿时就有些慌了 也许她是个努力学习的孩子 居然就因为这点错误 被我毁掉了前程 的确不应该 一想到这 女老板不禁脸色难看地开口道 那你想怎么样 而陈宇则猛然给女老板来了个弊咚 然后满脸认真道 麻烦你帮我找个学校 我要高考 见陈宇这么一心向学 女老板顿时就暗暗感动了起来 她果然是个好学生 还这么帅 我居然做了那样残忍的事 随后女老板便面露为难地开口道 好吧 学校的事情 我去想办法 陈宇文言顿时狂喜了起来 真的吗 太好了 紧接着女老板就再次凑到陈宇跟前开口道 但是我有个条件 你得在这里帮我打工还债 一听这话 陈宇不经服想连篇了起来 难道 我要成为女上次系列的男主角吗 顿时陈宇就脸色一黑暗暗绝望道 该不会上演现实版的吧 男人为了参加高考 竟让女老板帮她找学校 甚至不惜牺牲自己 留在女老板的店里打工还债 在陈宇熟悉了所有华子的价格环节后 女老板七姐就出门了 说是出门给她找学校去 让她帮忙看店 一想到接下来自己会被资本家压榨的一滴不剩 进入无尽的996地狱 陈宇顿时慌了起来 这根本就不是她想要的未来 在目送七姐离去后 陈宇便躺靠在老板椅上 翘着二郎腿开始打起了游戏来 此时陈宇喝着快乐水 墨鱼打游戏 劲气还蹭蹭飙升 他觉得打着这份美差还债 好像还挺爽的 陈宇觉得自己迟早有一天 要把邪恶的资本家 吊在路灯上狠狠鞭打 打工人必须懂得墨鱼 才能和邪恶的资本家做斗争 然而就在这时 拥有0.4级武者战力的山炮 忽然推开了便利店大门 陈宇顿时眉头一挑连忙开口道 欢迎光临 请问您需要什么 可山炮却忽然开口道 我来找一个名叫陈宇的人 陈宇文言不惊讶一道 我就是陈宇 而山炮文言顿时露出 一抹怪异的笑容开口道 你特么就叫陈宇是吧 我要买滑子 而山炮之所以回来这里找陈宇 是因为受大春和阿秋所 拖来找场子的 而身为二人的老大 山炮绝不允许自己的小弟 被别人霸凌 当即山炮就直接开口道 给我来一条地中海 硬核的 而陈宇见生意来了 连忙拿出一条地中海 同时开口道 圣会四万五 欢迎下次光临 可山炮却忽然猛地握住陈宇的手腕 猝不及防的陈宇不由一惊 先生 你这是干什么 而山炮却忽然掏出一叠红票子 您笑道 这是五万 不用找了 陈宇顿时蒙圈了 先生 我不明白您这是什么意思 可山炮却猛然催动身上的进气 发动5G寸断手 同时在心中按道 意思是剩下的给你当医药费 一想到陈宇只是区区的0.3级舞者 是不可能承受得住自己0.4级舞者的进气的 山炮不禁暗暗得意道 三秒之后 你的手就会跟萝卜一样 轻而易举就被我捏个稀碎 受死吧 可下一刻 山炮却忽然感觉手腕处传来剧痛 骨头断裂的痛感瞬间上脑 他不禁发出阵阵砍叫 只见陈宇满脸激动地握住山炮的手 同时感激道 先生谢谢你 这是我人生第一份工作 第一次受到客人这么真挚热情地握手礼 说到这 陈宇忍不住再次伸出另一只手猛地拍在山炮的手腕处 顿时再次发出咔嚓一声 紧接着陈宇就满脸感激地摇晃起山炮的手同时开口道 您多付了五千块 是想给我当小费对吧 非常感谢你对我的激励 而手腕已然被甩到变形的山炮连忙抽回手 然后把腿就朝着门外狂奔而去 陈宇见状连忙大喊提醒道 先生 你的地中海还没拿呀 见山炮不回应 陈宇望着手中的地中海不禁猜测道 难道这条地中海是他有意留给我的吗 一想到这 陈宇立即就不客气了 直接就拆开地中海来感谢客人的馈赠 在经过一天的营业之后 陈宇赫然发现今天的营业额居然高达七万多 随后他就打开抽屉准备将营收放好 颖脸丢失了被齐姐找麻烦 可他却在抽屉中发现一条奇怪的东西 在拿起来一看之后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这么隐私的东西 谁会放在这儿啊 一想到这 陈宇顿时脸色突变 难道这是齐姐的吗 当即陈宇就猛然回想起 齐姐说过他喜欢小奶狗 并且还表示帮他打工还债会有奖励 一想到这 陈宇不禁激动了起来 这样我岂不是很爽 然而就在这时 齐姐却忽然出现在陈宇的身后 心虚的陈宇顿时就慌张了起来 你怎么回来的呀 紧接着齐姐就猛然揪起陈宇的衣领笑道 要不要来我房间 我带你去看些好看的 陈宇文言连忙拼命摇头拒绝道 不用了 就在齐姐感觉无聊准备转身离开之际 陈宇连忙开口道 对了帮我找到学校了吗 而齐姐则没好气地摇头道 哪有那么快 对了 你修行得怎么样了 既然要参加舞者高考 可不能放松修炼哦 一想到自己今天的艰辛修炼 陈宇立即信心满满地硬道 今天修炼的成果很丰硕 进步超级大 我修炼得可辛苦了 随后齐姐便点了点头开口道 对了 有看今天的新闻报道吗 341B室空门里面有非常强的辐射 死了不少人 小奶狗千万不要调皮随便靠近那边哦 陈宇文言不禁眉头一挑在心中暗道 很强的辐射嘛 那简直就是个修行的好地方啊 男人为了变强居然来到核辐射重灾区 并且还将防辐射层关闭 让核辐射清洗自己的身体 就在刚刚 陈宇就消费了一波穿上辐射防护服后 就来到了341B号时空门 望着不断有伤员出来的传送门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想不到这个高五世界竟然有这么黑科技的事物存在 传闻致死率最高的清城是341B号时空门 因为太过危险而导致前来探险寻宝的武者数量急剧减少 当下还能来光顾的 可以说都是不要命的狠人 时空门内蕴含极强的辐射 可以说是有去无回 伤亡率这么高的情况下还能有人来 相比里面肯定有什么不得了的宝藏 真是疯狂啊 当即陈宇就脸色一阵暗暗嘀咕道 希望我不会成为那些伤员的其中一员吧 就在这时 一旁的研究人员忽然来到陈宇跟前 为他进行防护服的使用讲解 首先请扭动您胸前的防辐射启动键 这样防辐射层就会启动完毕 接下来您就可以在时空门内自由行动了 随后陈宇也没再浪费时间 直接朝着传送门走去 再进入到341B号时空门后 陈宇不禁感觉这里面 简直就像是身处电影里面的太空基地一样 下一刻 陈宇忽然感觉体内传出一阵酥麻感 顿时他就双脚一软 此时陈宇感觉体内有一股强烈的撕裂感 而且还感到炫晕 全身的血液好像都在灼烧 见陈宇刚进门就瘫软在地 一旁的小嘎嘎不禁没好气道 这位小兄弟没事吧 又是个不自量力的小年轻 近期那么弱就不要随便进时空门了 然而下一秒 陈宇却忽然恢复如初迅速起身 而一众小嘎嘎顿时原地炸裂 臭小鬼你是傻瓜吗 不要戏弄人那混蛋 此时系统不断响起各种属性的增加提示 仅仅只是在门口待了一小会 就已经变强了不少 当即陈宇就乐呵呵地往里走去 同时暗暗窃息起来 果然 诅咒把强烈的辐射反转成为增益 简直是难以用言语来形容的舒爽感啊 在深入到含有人际的区域后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根据公开的情报 如果越往里面前进 辐射会逐渐增强 基本上没有舞者再敢往前走 探险寻导的活动范围 因此也就被限制在时空之门入口附近 越往里走 陈宇越发能感受到辐射源的强烈 他目前舞者等级还不高 他不知道身体承受这么强的辐射 到底会不会有损伤 不过这个想法很快就被陈宇抛于脑后 他感觉就算有伤害 随之而来的增益也是可观的 一想到这 陈宇的脚步不禁加快了几分 就这样往辐射源冲吧 今天必须要让自己的修炼有收获才行 再来到了一个无人的大门前 陈宇不禁嘀咕了起来 这附近一个人影都没看到 应该不会有人发现吧 紧接着陈宇就直接进入其中 望着空无一人的空间 陈宇立即决定就在这个房间里大展身手 接下来陈宇怀着忐忑的心情 直接将防辐射层的开关给关闭掉 下一刻 陈宇感觉那种恐怖的感觉开始全面起来 高强度的辐射直接和身体进行亲密接触 虽然痛苦和增益在同时发生在陈宇的身上 不过他也感觉自己此时显然正在精力进化 在足足享受了三个小时辐射后 陈宇满脸享受的感叹道 这简直太爽了 这算哪门子的辐射呀 此时他的的综合属性已经得到了巨大的增幅 长远所心惊胆寒的辐射 对于他来说 竟是大补之物啊 陈宇感觉现在自己根本就是被成群的推拿技师按摩 舒筋活络又排毒养颜 随后陈宇便准备打道回府 修炼了大半天 除了静气外 气血 健康度 免疫力和力量 甚至是皮肤强度 都得到了巨大的增强 然而就在陈宇打道回府之际 却忽然看到不远处的一男一女正在进行个缠斗 二人打得有来游王可谓是势均力敌 在一番短暂的试探之后 双方立即拉开距离 金毛男在分开后不惊讶一道 小丫头骗子 身手不错吗 身为八荒家族千金的八荒窑 虽然一副未成年模样的小女孩 重要的是 你是八荒家族的千金大小姐 这就够了 紧接着金毛男就大喝道 赶紧把这臭丫头拿下 卖给公平会拿个好价钱 可智力底下的小嘎嘎 却一边发动袭击一边得意道 让你看看我们乐维集团的恐怖 下一刻 八荒窑直接一脚将绿毛男给直接踢飞 同时冷声道 乐维集团是吧 我记住了 见八荒窑的战力如此了得 金毛男立即开始凝聚 静气同时开口道 施展无法 一起上 可二人的无法还没来得及施展 八荒窑就快速从一旁冲出 一个肘击瞬间干翻一人 此时金毛男一已然使出了武技赤手 赤红的静气凝聚于手上 朝着毫无防备的八荒窑袭去 就在金毛男以为得手之际 八荒窑的身形却忽然化作一团荧光飞碟 瞬间消散在原地 还没等金毛男弄明白是什么回事 八荒窑的身影就来到了他的头顶 武技闪蝶猛然踢下 而金毛男猝不及防 直接就被命中后背 瞬间就被轰到口喷番茄调 金毛男在艰难的爬起身后 不禁满脸不可置信道 不亲自领会过 真难看得出这丫头的金两 就在八荒窑准备逼问金毛男之时 他的脸色忽然突变 紧接着八荒窑就忽然被辐射入侵 直接瘫倒在地 而金毛男则哈哈大笑起来 我好像想起来了呢 似乎是一开始袭击你的暗器 划破了你的防护符呢 令气真好 知道为什么大小姐你的辐射防护符会破了吗 在你进入石空门前 我们就已经在你的辐射防护符上偷偷做了手脚 只要用力攻击便可使防护符迅速造成破损 没有了防护辐射层的保护 八荒家的千金也不过是只小绵羊啊 当即金毛男就满脸兴奋地爬向八荒窑同事宁笑道 这身段 真不愧是八荒家的千金 在把你高价卖给宫廷会之前 就让我先开开婚吧 然而就在金毛男就要得手之际 一只大手忽然从一旁伸出牢牢将他给抓住 就在八荒窑就要昏迷之际 他隐约听到一名男子的喝止声 给我适可而止 人家还是如花似玉的女孩 隐约间 八荒窑在失去意识的最后时刻 似乎看到了一个高大的男子挡在自己的身前保护他 男人仅仅只拥有0.3级的进气修为 居然就敢无脑挑衅二级无准来攻击自己 就在刚刚 金毛男眼看就要将八荒窑给拿下 可多管闲事的陈宇却忽然出现拦下了他 陈宇在将金毛男阻拦下来后忽然开口道 作为舞者 应当戒色 可恼怒的金毛男根本就懒得搭理陈宇 随手一挥就将他瞬间拍飞 当即陈宇就眉头一挤 好家伙搞偷袭是吧 那我先到辞了 改日再和你秋后算账 话音刚落 陈宇脚下猛然一跃 一个右边腿狠狠地朝着金毛男扫去 可金毛男抬手一拳就爆砸在陈宇的脸上 直接就将他的攻击给打断 同时帮他提升了四百多点血气值 见陈宇如此弱机 金毛男不禁名笑道 作为耳机舞者的我 纵使南迪八荒家的千金 对付你这种静气这么弱的臭虫可不在话下 可不服气的陈宇却并不打算放弃 起身对着金毛男又是一个左正灯 可奈何陈宇的静气等级太低 再次被他给一拳奏飞 顿时就受到了七百多点的气血加成 不过陈宇在受伤的同时可以获得增益 他根本就不虚 再次起身继续硬刚 不过五折等级的差距太大 陈宇只有挨揍的份 不断地提升气血值 在暴揍了陈宇好一会之后 金毛男不禁类的气喘吁吁了起来 真是见鬼 明明每一次攻击都是拳拳到肉啊 他怎么还能站起来 被弄得有些不耐烦的金毛男 立即就将另外两名小嘎嘎换来 一同使出无法重弥摔准备将陈宇给解决掉 眨眼间 三到七黑的静气就同时从三人手中迸发而出 静直席向一脸猛逼的陈宇 当即陈宇就被能量给侵入体内 顿时就爆发出一阵杀猪般的惨叫声 然而就在这时 系统忽然不断响起因为受到诅咒衰弱 获得临时状态提升的提示 当即陈宇就感觉浑身一阵酥麻 他不禁暗暗感叹道 好特末的舒服啊 与此同时 金毛男忽然满脸得意的大吼道 只要中了这套重弥摔的虚弱无法 便会成为的让人身体沉重 器官虚弱以及静气浑浊不堪 怎么样 还是眼前一黑了吧 可陈宇已然沉浸在 临时提升的快感当中 他不禁暗暗感叹 金毛男真是大大的好人 绝对不能让他们停下来 当即陈宇就连忙对三人 竖起了国际友好手势 同时嘲讽道 你们就这么点能耐吗 再来几下我都没问题哦 此话一出 三人顿时就被激怒了 臭虫 我要宰了你 都给我再来一次 种弥摔 下一刻 陈宇再次用肉体 将种弥摔给硬扛了下来 在享受着临时增益的同时 再次讥讽道 训弊了 还不够 见陈宇这么欠揍 金毛男等人顿时就急眼了 当即三人就再次使出 种弥摔同时开口道 再来 爆发出最大劲气 用尽全力 顿时陈宇就再次发出 阵阵哀嚎 身体各项属性 立即就获得大幅度的 临时提升 而后三人不断对着陈宇 施加无法 陈宇很快就撑不住 浑身酥麻到 根本站不起身来 见此情景 金毛男立马就走到陈宇 跟前冷声道 臭虫 终于啃倒下了是吧 紧接着金毛男就开始催动武技 同时宁声道 现在就把你的脑袋拧下来 当篮球打 这件事我可以吹两年半 话音刚落 陈宇忽然猛地起身抬手 对着他就是一记断子绝孙拳 直接轰在金毛男最脆弱的位置之上 在剧烈的疼痛感涌出的瞬间 金毛男立即就当场昏迷了过去 而另外两名小打件状 立即就慌了起来 而被捏了那么久的陈宇 立马就开始痛打落水斗模式 直接一拳就将金毛男给当场干翻 紧接着陈宇就猛然飞身一跃 一个右边腿直接踢趴绿毛男 一个左正灯一脚踢晕最后的小嘎嘎 在轻松解决掉三人后 陈宇不禁拍了拍手道 真没劲 两三下就躺地上了 随后陈宇便开始搜刮三人身上的东西 可没想到身为二级舞者的金毛男 却只有可怜的四千大洋和一张卡 眼看八荒八荒摇就要不行了 陈宇连忙将他抱起往外走 同时无奈道 真是麻烦 还得把你送回去 男人沐浴完和辐射后准备离开 可竟被医护人员要求脱裤子检查 就在刚刚 陈宇英雄救美 将八荒摇给带了出去 见八荒摇昏迷不醒 门口的医务人员立马就急了 她是八荒家的大小姐 快联系医生 望着被医护人员带走的八荒摇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暗嘀咕道 我可是人意已尽了 剩下你的自己加油了 接下来我该干正事了 快陈宇就回到辐射区深处 然后直接将身上的防护服脱掉 同时改叹道 沐浴更强的辐射 修炼成为更强的武者 将来我一定比你们强 顿时系统就弹出一连串身体强化的提升属性 陈宇的身体强度再次迎来了飙升 听着不绝于耳的提示音 陈宇顿时乐开了花 如此增长下去 变得又肉又有力气 我要这静气有何用吗 陈宇望着自己随意一拳所带出的拳风 不惊讶一道 这强劲的拳风 正所谓一力降使会 大力出奇迹啊 然而就在这时 陈宇发现自己的鼻子忽然流鼻血了 当即他就愣住了 这是咋回事啊 怎么流鼻血了 与此同时 系统的增幅也从三位数变成了个位数 陈宇见状不由暗暗猜测起来 数值的增幅居然减少了 是身体超过了承受的极限吗 这就比如一个人掉入岩浆内 无论增加了多少气血 也改变不了他被融化的事实吧 是我身体增强后 抵抗住了一部分辐射伤害吗 一想到这 陈宇连忙就将防护服穿上 然后快速朝着路口处跑去 玩犊子了 不能再浪了 先离开这个秘境 得去清洗室把辐射清除干净先 很快陈宇就来到了辐射清洗室 紫发女在看到陈宇后 立即笑眯眯地开口道 请把衣服脱了放这里 我们要检查并清除你身上的辐射 防止造成后续伤害 闻言 陈宇立马就开始 马里地将那套防护服给脱掉 露出经过强化的完美肌肉 见陈宇的身材这么炸裂 紫发女不禁眉头一挑 非常符合人体工程学 宛如雕刻般的完美体魄 当即紫发女就朝陈宇再次开口道 这位先生 这是全身检查 请你把裤子脱了吧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心头一震 辐射清洗是真的要脱光 才能清除辐射吗 当即他连忙拒绝道 休想 你们刚刚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紧接着三名医护人员 就将他给围了起来 不断感受着陈宇身上那完美的肌肉 紫发女更是主动地提出 要帮陈宇免费补课 可陈宇却十分潇洒地转身离去 同时拒绝掉这个让他心动的项目 而陈宇在离开了辐射清洗事后 不禁暗暗后悔到 测试辐射对实力影响的机会有很多 可艳遇只有一次啊 就在这时 不小心走到舞者测试间门口的陈宇 却忽然被身后的小嘎嘎给喊住了 在认出了陈宇后 小嘎嘎忽然比一当 我好像见过这人 听说好像是有史以来 第一个在高考前被开除的人 当即二人就开始狂笑不止 而且还是史上最低分 谁也打不破这个记录 哈哈哈哈 可陈宇却忽然很礼貌地握住二人的手 同时开口道 前辈教训的是 晚辈实力低微 正想向二位请教呢 随后二人便带着陈宇进入到了舞者训练间 然后主动提出要教陈宇怎么使用这些设备 紧接着金毛男就猛然一拳轰击在测试仪器之上 而仪器上立马就显示出五折等级为0.2级的数值 随后一旁的小嘎嘎忽然凝笑道 不如我们打个赌吧 我赌你的实力超不过0.2级五折 输的人就在这里裸跑三圈 如何 而陈宇一听到这话 立马就哈哈一笑直接答应了下来 紧接着陈宇轻轻一拳轰出 机器就显示出了0.3级的进气 二人顿时就看着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 当即金毛男就直接拿起检测板满脸不可置信道 一定是机器坏了 我亲自纳测试仪 你打这个 见金毛男主动送死 陈宇立马就开始凝聚进气同时凝笑道 那么前辈你可要小心了 下一秒 陈宇就迅猛地轰出一记中拳 直接就将金毛男给爆砸到墙上 而一旁的小嘎嘎在看到检测仪上显示着0.6级的进气结果 顿时就傻眼了 就在这时 陈宇猛然转身朝着他咧嘴一笑道 前辈道你了 这次我们测测力量吧 话音刚落 陈宇脚下一灯再次出拳 哪怕不用进气光平肉身的力量 他此时的力量值已然高到离谱 下一刻 两名小嘎嘎就被陈宇给熟练的曝光绑在了一起 暴露在众人的视线当中 炸了炸了 男人的美女姐姐居然要和秃头大叔订婚了 就在刚刚 经过辐射洗礼的陈宇 随手一拳就打出了0.6级的进气数值 现在距离高考还有一个月 陈宇觉得这样下去 考个精大不是问题 一想到和行币的约定 他立马就暗暗期待行币帮他舔鞋的一幕 一想到这 陈宇不禁兴奋地爬上窗户准备回到店铺内 可下一秒陈宇就忽然当场愣住了 只见七姐打着哈欠刚从床上起来 而陈宇则一脸猛逼地按道 走错房间了吗 紧接着陈宇就连忙夺门而出 同时头也不回地喊道 我先下去开店 还是老样子 七姐在下楼后便直接离开 并表示自己要去给陈宇找学校 而陈宇见状连忙恭送道 辛苦辛苦 您慢走 紧接着他就打开抽屉 将自己收获的几千块全部放入抽屉 然后便熟练地拿起货架上的华子迪不倒 摸到的四千块 正好购买四包 可以挑战一下我的极限 下一刻 陈宇便直接打开一整包 一次性全部点燃 紧接着他就找来一个喇叭 把华子将喇叭口塞满狠狠地来上一口 顿时系统就不断响起 受到恶性毒气清晰提升属性的提示 与此同时 勒维集团内 金毛男贵在地上慌张解释道 老板 绑架八荒家大小姐的计划失败了 有人就走了他 可男子却直接掏出家货 将金毛男干翻同时冷声道 废物 谁干的 给我找出来 我要他生不如死 而看了半天便正睡得正香的陈宇 却忽然被电话给吵醒 在接通电话后 他的母亲连忙告诉他 陈思文要订婚的消息 一听到这个消息 陈宇再也坐不住了 立马就急忙关店往家里赶 可当陈母看到 陈思文领回来的秃头大叔后 顿时就猛逼了 就在这时 大门忽然猛地被推开 同时传出陈宇的声音 这门婚事我不同意 紧接着陈宇就宁笑道 我好歹看着我姐出生 一把屎一把尿拉着她长大的 对于未来的姐夫 应该可以问些问题吧 紧接着陈宇就摆出一副 审讯的姿态开口道 放轻松 我就随便问问 先说说你的基本情况 王守德则满脸从容道 我叫王守德 34岁 是你姐的老板儿子 一听这话王守德顿时忍不住了 性格很大 身材很圆 嘿嘿嘿 当即陈宇就脸色一沉开口道 就这吗 王守德见状连忙善笑道 还有你姐的温柔 紧接着陈宇就拍了拍 王守德的肩膀开口道 太遗憾了 这门婚事 恕我不能同意 话音刚落 陈思文立马就揪起他的耳朵 就要往房间走去 来到房间后 陈思文立马没好气道 陈宇 你到底想干嘛 而陈宇则挑了挑眉之问道 你和他订婚 是因为喜欢吗 还是想当伏地魔 让他帮我买增气单 见陈宇识破自己的意图 陈思文不禁难难道 你不懂 普通人的生活太难了 某些心照不先的交换 比所谓的感情重要得多 高考没剩几天了 你需要钱 家里也需要 我也需要 在听完陈思文的说辞后 陈宇忽然猛地推门而出 同时开口道 姐夫 我同意你们俩的婚事了 警戒着他就拉拽着王守德 往外走同时开口道 作为赔罪 我带姐夫出去逛逛 很快 陈宇就带着王守德 来到了室内豪华的族玉城外 王守德见状不禁眉头一皱 你要我送你来的地方 竟然是族玉城 陈宇则干脆地承认道 对啊 以前想来 但是太贵了 一进门 服务员立马就朝王守德逼声道 最近来了个新人 超级带劲 可王守德却忽然叹息道 算了 今晚不太合适 那可是我未来小舅子 服务员则眉头一条建议道 一个小屁孩而已 话音刚落 一个身材澎湃的小妹 立马坐到陈宇身旁开口道 宇哥 喝了我这杯酒吗 就在陈宇猛逼之时 美女忽然转到陈宇跟前挺身道 酒在这呀 话音刚落 陈宇立马豪气地拿起酒杯一饮而尽 系统顿时就响起提示 清醒加五 健康加二 见陈宇这么上道 旁边的妹子立马就围了上来 宇哥 你不能只喝她的不喝我的呀 再连喝了几杯后 陈宇忽然笑呵呵地开口道 姐夫 美女们喝一杯你给一千 那我喝一杯你给多少啊 文言 王守德直接大手一挥 往桌上丢下一叠钞票开口道 你喝了这三万就是你的了 当即陈宇就再次一饮而尽 同时在心中暗道 差不多也完够了 该醉了 随后陈宇便洋装醉酒 直接瘫软在桌子上 而王守德立马迫不及待地高呼 美妙的夜晚才刚刚开始 在王守德开始尽情享受的时候 一台手机已然被陈宇摆好了位置 只见直播间内一片白花花 让一众网友鼻血流个不停 很快 警察就赶到了现场 而一脸猛逼的王守德 直接就被警察给带走了 男人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麻烦 禁箍生艺人硬闯乐围集团 就在刚刚 陈宇忙碌了一速将王守德 送进警察局后 便连忙赶回了店铺 可他一进门 就看到琪姐坐在他的工位上淡笑道 你上学的问题解决了 一听这话 陈宇顿时激动了 什么 是哪所学校啊 可琪姐却忽然伸出狱卒聊波道 先想好怎么到达我吧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就暗暗猜测了起来 他这是在暗示我以身相许吗 他不由越想越兴奋 难道天国要降临了吗 然而就在这时 送货司机的到来打断了他的思讯 就在陈宇清点完货物证 准备回店内之际 他身后忽然出现了三道人影 在看到陈宇后 小嘎嘎忽然低声道 老二老三 确认目标地点和目标人物了吧 就是他对吧 当即沙马特三人组 就从巷子中走出 喊住了准备回店的陈宇 而陈宇闻声不禁停下脚步 然后满脸疑惑道 你们是谁啊 话音刚落 三名小嘎嘎忽然摆出 及其中二的姿势呐喊道 我们是沙马特战队 在341闭秘境里 破坏绑架八荒千斤的计划 还把咱的兄弟打成残废 简直是从头侮辱到脚趾般 让人无法容忍 一旁的金毛男忽然建议道 老大 我们直接进咽店里灭口吗 红发男却恼怒道 笨蛋 头给咱下达的指令是活抓 然后再把陈宇这小子的 第三条腿打废 一听这话 陈宇的脸色立马就大变了 你们刚刚说 要淹了我吗 可沙马特战队 却没打算继续废话 三人脚下一动 立即就朝陈宇冲去 可陈宇却丝毫不慌 一个左正灯 右边腿 最后一个左刺拳 直接结束战斗 见此情景 红发男顿时就慌了 竟然能两下 就让身为一级舞者的 老二和老三当场殉职 你到底是几级舞者 我们与你无冤无仇 为何要针对我们 而陈宇当即就摩拳擦掌鼻道 哦吼 打不过就恶人先告状啊 这话应该是我问你们才对 你们找身为八级舞者的 我有什么目的 红毛男文言不禁暗暗震惊道 竟然是八级舞者 难怪组织这么急着对付他 当即他就连忙开口道 我们只是想请你回去 有些事情需要和你商谈合作 可下一秒 红毛男却忽然反应过来大骂道 不对 哪来的八级舞者一说 你这混账 你一定是在欺骗我 出来混 最重要的是讲义气 我今天就算是死 被你干翻在这 我也不会出卖老板一点东西 可在陈宇那暴力的拳头之下 红发男很快就改口了 我们乐围集团是 341B青城时空门的股东之一 你在逆境里破坏了 我们绑架八荒加千金的的计划 还打伤了我们的人 所以我们才会锁定你 陈宇见自己惹伤了大集团 不禁眉头微皱道 原来你们和那三个家伙是一伙的 亏你们乐围集团还是名企 没想到背地里是干这种勾当了 而红发男顿时就底气十足地开口道 你最好乖乖跟我到乐围集团走一趟 不然他们是不会轻易放过你的 就算你能保住自己 但你也不想你的家人出事吧 以我们集团的势力 想让你们一家三口在这世上悄然消失 简直一如反掌 此话一出 陈宇的脸色瞬间一变 他忽然意识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不愚会 警察局的警员忽然高呼道 队长不好了 外面 你快看外面 只见已经被曝光的沙马特战队 三人被牢牢地捆绑在了电灯柱之下 而上面的录音设备 不断播放着红发男刚刚所说的一切 而陈宇在解决沙马特战队后 不禁升起了危机感 没想到会摊上这么大的麻烦 在来到了童声点当铺后 陈宇暗暗决定道 敢威胁我的家人 不把乐围集团斩草除根是不行了 必须采取行动 就用秘境袭击八荒千斤的那几个人 缩乖来的钱 再加上老姐的秃头男朋友 给的好几万来采购点家伙们 而老板见陈宇这么年轻 不禁眉头微皱道 欢迎光临 客人需要典当还是采购呢 早有准备的陈宇立马就掏出一张清单开口道 这是我需要的东西 你这有吗 老板在看完陈宇的清单后不惊讶一道 你要的这些东西都是生猛的家伙呀 不必说有没有 只要阁下有票子 在咱这黑市里头 管购 画面一转 乐围大厦内 小嘎嘎正恭敬地汇报道 头 今天咱派出去抓捕目标人物的三个舞者 被送进橘子里了 而眼镜男在听完后不禁厌恶道 知道了 条子那边有我的人 我自会安排处理 说完 眼镜男忽然语气冰冷道 通通都是吃干饭的废物 连一个高中生都对付不了 紧接着眼镜男就再次开口道 联系二级舞者的雇佣兵杀手 送他全家上西天 在眼镜男安排好了之后 一旁的小嘎嘎便恭敬拿着红酒开口道 头 珍藏的红酒已经醒好了 请您慢用 望着杯中的极品红酒 眼镜男顿时笑了起来 芳香醇厚 无愧是红酒中的极品 真是让人欲罢不能啊 区区毛头小子 竟胆敢半路阻碍我们暗算八荒加千金 何乐为集团作对 我要扒了他的皮 下一秒 刚把红酒喝尽嘴的眼镜男忽然猛的一口将其喷出 紧接着他就满脸恼怒的质问道 这是什么 怎么会有一股尿骚味 小嘎嘎见状连忙解释道 不可能啊 这是今天才拆封醒酒的高级红酒啊 怎么会 当即眼镜男就将酒壶砸到小嘎嘎的头上大骂道 饭桶 采购部是不是买假酒做假账了 快给我查 然而就在小嘎嘎准备出门之际 大门却忽然被猛的一脚给踢烂 见此情景 众人顿时就愣住了 他们完全没想到居然有人敢硬闯 而已经全副武装的陈宇却缓缓从门外进来同时冷笑道 怎么样 本大爷的童子尿 芳香醇厚 口感诱人吗 男人仅仅只是随手丢了个手榴弹模型 居然就把乐维集团的老大给吓尿 就在刚刚 陈宇孤身一人闯入到了乐维集团当中 眼镜男在看到陈宇后立马就眉头一皱 乳秀未干的小子 今天动了我的人 现在倒是送上门来了 而陈宇则眉头一挑 但笑道 你们不是来找我吗 我来了 随后陈宇忽然贼嘻嘻的开口道 本大爷的尿好不好喝呀 此话一出 眼镜男顿时就炸了 卧槽 你这混蛋居然在这么高级的红酒里掺了尿 当即眼镜男就大手一挥命令道 给我上 把这小子抽筋扒皮 顿时小嘎嘎就将陈宇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而早有准备的陈宇却丝毫不慌 猛然拿出一瓶喷雾开始朝着四周喷洒了起来 顿时就爆发出阵阵哀嚎 我的眼睛 见此情景 眼镜男不禁咬牙切齿道 防狼喷雾 就凭这点过家家的手段也敢单枪匹马来 而手持价值五千大洋的超高浓度辣椒加芥末混合喷雾的陈宇却忽然咧嘴笑道 这可不是拿来奖励你们的 话音刚落 陈宇就拿起喷雾对着自己的脸就是一阵猛喷 下一秒 一整瓶喷雾就被他给用光了 瞬间就获得了90%的动态视力提升 见陈宇这么丧心病狂 眼镜男顿时就炸了 这家伙该不会脑子有问题吧 剩下的人快给我拿下他 话音刚落 庶民小嘎嘎立马就再次将陈宇给包围了起来 而获得视力提升的陈宇却不断在人群中躲闪出击 小嘎嘎根本无法伤及他分毫 哪怕小嘎嘎前后夹击 陈宇也能从容应付 打得对面毫无招架之力 见陈宇这么能打 眼镜男顿时就看呆了 这些可是人均一级的贴身安保无准啊 竟然瞬间放倒了 当即眼镜男就不可置信道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可能只是一个高中生那么简单 而轻松解决小嘎嘎的陈宇则淡然道 你这问题挺好回答的 我是好人 而你是坏人 话音刚落 陈宇便猛然抽出身后的长剑 直接飞身席向眼镜男 可在陈宇就要落下之际 一只拳头忽然猛地轰出 爆砸在他的脸上 攻击被打断 陈宇也不禁恼怒道 什么人 而眼镜男剑救星来了不禁松了口气 太好了 你终于来了 这钱花得值了 身为三级舞者的克里斯 在篮下陈宇后便默然道 BOSS 很抱歉就驾来迟 小子 你也别太狂了 而陈宇则直接飞身越起 同时冷声道 哪来的三百斤白皮猪 把你切了做成烤肉 克里斯却站在原地 直接使出武技无望向首 对视无数道由 进气凝视而成的掌影 就不断掠出 轰击在陈宇的身上 紧接着克里斯猛然抓住 停滞在半空的陈宇 再次使出武技重力被摔 直接将他爆砸在地上 见陈宇被打趴 眼镜男立马就激动了起来 干得漂亮克里斯 今年分红的奖金一定大大的有 而克里斯则淡笑道 静气 敏捷度 力量 反应力 一塌糊涂 随后克里斯就居高零下宁笑道 这种程度也敢单枪 皮马来勒为集团 真是蠢货 下一秒 陈宇忽然猛然起身 抬起长剑就想要偷袭眼镜男 却被克里斯一把抓住他的武器 当即克里斯就默然道 别再心存幻想了 能想到偷袭固然不错 可惜你我之间的差距太大了 眼镜男见状立马大笑了起来 太好了 克里斯你控制住他 让我来解决他 话音刚落 眼镜男就猛然从身上掏出武器 直接瞄准了陈宇的脑袋 可下一秒 眼镜男的脸色就忽然突变 直接棱在了原地 只见陈宇果断将手中的手榴弹拉开 然后严肃道 老实点 再动我就松开 大家一起死 不过眼镜男却不以为然道 唬谁呢 有种你就松手啊 话音刚落 这样瞎眼的二人当即就爆发出一阵惨叫 畜生 竟然是闪光弹 毛头小子 我要把你撕碎 与此同时 系统忽然响起提示音 受到强光伤害 临时视力加4600 受到音波伤害 临时听觉加2700 临时平衡性加1700 临时精神稳定加4700 当即陈宇就揉了揉脸淡淡笑道 看来我想的果然没错 紧接着他就抄起长剑 朝着克里斯冲去同时冷笑道 原来三级舞者也害怕闪光弹 而已然暂时失去势力的克里斯 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防御 陈宇的长剑就已然朝着他的要害部位劈卡而去 下一秒 长剑猛然落下 立即就响起羞的一声 被一分为二了 顿时克里斯就爆发出一阵痛苦的哀嚎 讨厌 人家不想当女生 当即克里斯就无比愤怒地朝陈宇所在的位置轰出一拳 可敏锐的陈宇直接一个下蹲躲开了攻击 紧接着陈宇果断猛然出拳 朝着克里斯受伤的部位再次发动攻击 就晕厥了过去 而眼镜男健壮立马就破口大骂了起来 统统都是废物 花那么多钱请了一群废物舞者当安保 就在这时 陈宇已然来到眼镜男跟前冷声道 要我死的是你 想动我家里人的也是你 未绝后患 我只能除掉你 此话一出 眼镜男连忙就摆出一副后悔莫及的表情哭诉道 谋划这件事的人是我 合得为集团无关 我知道错了 我希望能有改过自新的机会 我想做个好人 在听完眼镜男的哭声和哀求之后 陈宇忽然陷入了沉默当中 而后陈宇忽然将武器收了回去 然后头也不回地转身道 但愿你能洗心革面 别再作恶了 而跪倒在地的眼镜男 虽然嘴上不断说着感激的话语 但他内心却暗暗发誓道 蠢货 今天我受到的羞辱 一定要让你千百倍奉还 一想到这 眼镜男立即咬牙切齿低声道 明天就把你们全家拿去喂狗 就在这时 刚走到门口的陈宇忽然朝身后 丢出一枚手榴弹 同时默然道 我反悔了 你还是去死吧 眼看手榴弹落地后不断翻滚 眼镜男顿时就急了 连忙拔开腿就跑 再来到窗户旁后 他果断一跃 企图冲破玻璃逃生 然而他没想到的是 此时的他身处在33楼 这一跃恐怕是凶多吉少了 听着窗外不断传来的惨叫 陈宇不禁暗暗吐槽道 什么傻叉 这智力还论为几款老板呢 怎么会有胆子绑架八荒家的千金 怎么连我花十块买的 塑料玩具手榴弹模型也害怕呀 来了来了 恐怖的兽朝大军居然要来了 就在刚刚 晚餐时 琪姐忽然关心道 还有十天就高考了 实力提升的怎么样 能考上大学吗 而陈宇则自信道 以我的实力 拿的状元应该是没问题的 而琪姐闻言不禁淡笑一声挑眉道 打个赌吧 你要是能考上大学 我就帮你进阶成男人 一听这话 陈宇立马就激动道 黄天在上 我与赌毒不共戴天 与此同时 城外的荒野地区 树枝翼兽正对着一个被赌的 严严实实的山洞 不断发出阵阵咆哮 而被围困在其中的行币忽然开口道 翼兽已经集群了 最多十小时 清城就要被兽朝淹没了 自然是要快点把消息带回去 金毛小嘎嘎文言不禁脸色难看到 那我怎么跟你把消息带回去啊 而行币则咬了咬牙开口道 带消息 不是一个人就够了吗 一听这话 将消息传出去才是最重要的 紧接着行币就搭上了 金毛男的肩膀冷声道 一个舞者的最终结局 不就是战死吗 在偷摸给金毛男 贴上一张绿色纸张后 行币便再次开口道 你现在只会降低我突围的成功率 文言 金毛男顿时绝望的大吼道 滚吧 逃命去吧 见金毛男愿意留下来 行币顿时咧嘴笑道 人类会记住你的牺牲的 紧接着行币就凝聚静气 猛然冲天而起 将岩层给破坏掉 朝着他追去 然而就在这时 山洞之内却忽然冒出一阵绿光 四周的异兽顿时 就被吸引住了注意力 望着身后那张不断发出绿光的纸片 金毛男不禁瞳孔一说 诱饵 竟然拿我当诱饵 眨眼间 异兽群就朝着山洞内涌去 而因此顺利逃亡的行币 则冷笑道 清城几十万百姓感谢你的贡献 与此同时 清城政府大楼内 已然召开了紧急会议 负责人在召集人员后立马开口道 行币可是京城大学的高材生 国家重点培养的天之骄子 行币小队活生生的一群人 竟在清城失踪了 当即负责人就恼怒道 四天了 挖第三尺也该找到了吧 则小嘎嘎则脸色难看到 行币小队信号最后消失的地方是危险区 大概是凶多吉少了 然而就在这时 会议室的大门忽然被猛地推开 只见浑身伤痕累累的行币 满是血污 狼狈不堪地出现在了众人的眼前 见行币显然是好不容易才活着回来的 负责人顿时激动道 你去哪了 怎么弄成这样 而行币则捋了捋头发淡然道 我们小队的侦察任务是到城外调查一受 除了我 剩下的三人全部牺牲了 随后行币将头发上的污水给挤出来后再次开口道 寿潮要来了 而且这次的目标是清城市 此话一出 负责人顿时就慌了 我们行币小队深入危险区 得到了寿潮规模 行进方向 移动速度 实力划分 种族组成等众多宝贵情报 而行币则走到负责人跟前默然道 拉向全城防空警报 准备拨命吧 男人为了守护家人 毅然选择加入军方和寿潮对抗 就在刚刚 行币从荒野寺里逃生 带回了寿潮来袭的情报 在行币将寿潮的情报汇报之后 城内立即就响起了防空警报 七姐知道寿潮出现 必定会有大量的人丧命 当即她就拉起陈宇开始往外跑 可所有主干道都被封锁 同时传出呐喊 请所有人居家待命 优先撤离未成年以及孕妇 陈宇见状不由心头一颤 这就是人类为了应对 寿潮制定出的残酷自救方式吗 一时间 哭喊声遍布全程 小孩被迫远离父母进入到避难所中 而所有一级以上的舞者被全部争掉 前往东城墙集合 而七姐则连忙将陈宇塞进出租车 让司机顺路送她去学生避难所 当即陈宇就连忙询问道 那你去哪里 七姐则头也不回的应道 东城墙 七姐逆着人群朝着东城墙跑去 哪怕一级舞者在寿潮面前就是送死 也必须要去参加抵抗 很快 陈宇就跟小女孩搭乘出租车来到了青城避难集中所 待二人下车后司机连忙叮嘱道 只有你们活下去 舞者的守护才有意义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 而陈宇则连忙给他母亲打电话 妈 我到撤离点了 警察有说什么时候安排你们开始撤离吗 就在这时 忽然有人给陈宇扔了个背包打断了他 随后陈思文环抱着双臂开口道 你不在家收拾东西准备撤离 来这干嘛 随后陈思文顿了顿再次开口道 对了 家里的存者也放包里了 给你带了点生活物资 撤离的时候用得上 就在陈宇准备开口之际 陈思文忽然将他给抱住同时开口道 傻子 受潮来了 根本没有时间给第二批撤离的人 现实是残酷的 你要好好活下去 说完 陈思文忽然泪流满面安抚道 妈还在家里等着 我要赶紧回去 望着陈思文离去的身影 陈宇不禁在心中暗道 让家里人留下来等死 我自己一个人撤离吗 顿时陈宇就会想起这些日子的点点滴滴 紧接着陈宇就朝东城区冲去 同时在心中暗道 没有家人 活着有什么意思 这个城不能破 绝对不能破 很快 陈宇就来到了东城门下 指挥官镇高声宣布道 所有一级以上的舞者 你们的名单全都登记在册 临阵逃脱者直接枪毙 此话一出 一众舞者顿时面面相去了起来 陈宇也不禁暗暗嘀咕道 原来并不是所有人都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当陈宇看到被押送的女舞者后不禁叹息道 贪生怕死才是人的本能啊 粉发女文声顿时眉头一皱恼怒道 你说什么 舞者在一线对抗异兽 那就是在送死 紧接着她就猛然爆发出自己体内的劲气 将押送她的士兵给振飞 下一刻 失去束缚的粉发女抬手 对着陈宇的腹部猛然挥出匕首 同时冷声道 反正都要死 我先弄死你 而陈宇在系统的增益下却只是受了点轻伤 粉发女顿时就震惊了 怎么可能 匕首上的独连二级异兽都扛不住的 紧接着陈宇就迅速出手 不停轰击在粉发女的身上同时恼怒道 只会视强凌弱 真让我恶心 被打趴的粉发女立马就不甘心道 我只是想活 有错吗 而陈宇则居高灵下道 城里那些在家里等死的人 他们难道就不想活吗 其他的舞者难道就不想活吗 说到这 陈宇不禁微微抬头严肃道 如果每个人在危难当头的时候想到的只有自己 人类早灭绝了 说完 陈宇直接飞身一踏跃到城墙之上 望着眼前不断肆虐的恐怖兽巢 陈宇立马就抄起武器再次开口道 只是 我们真的能活下去吗 炸了炸了 小小的清城市居然惹来了恐怖的舞级一首 就在刚刚 指挥官在舞者齐聚后便立即鼓舞道 同志们 清城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我愿意与你们一同捍卫清城的尊严 为了人类 为了清城 上城墙 开始守城 话音刚落 人类舞者纷纷涌上城墙 人类与异兽之间的大战 鼻树即发 而陈宇则连马往城墙上走去同时在心中暗道 这就是战场吗 这肃杀的气氛让我浑身都凝固了一般 就在这时 一名老者忽然拦下了陈宇 上面都是一手很危险的 看你虚成这样 去了也是给异兽加餐 顿时系统就想起提示 受到侮辱 精神加42 陈宇闻声连忙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 老头 会说你就多说点 而老头则干脆道 你就算没被异兽吃掉 其他舞者还要花时间救你 废物要有废物的自觉 不过陈宇却眉头一挑蛋笑道 老头你说的对 不过吗 废物的是那些异兽 紧接着陈宇就无视老头的劝住 笑嘻嘻的边走边开口道 多谢你的提醒 经过你的安慰我已经没那么紧张了 我先走了 此时城内排列的自行火炮 纷纷开火轰击着异兽 而陈宇则抄起长剑 开始攻击企图突围的异兽 待陈宇登上城墙的瞬间 四周的异兽立即就锁定了他 还没等异兽出手 陈宇便手起剑落疯狂收割 那些靠近他的异兽 在经过一番扫荡之后 陈宇不禁眉头微皱道 老板娘呢 哪里都找遍了都没有 难道他没有上城墙吗 不可能啊 然而就在这时 一根细线猛然射出 陈宇依靠敏锐的身体反应 躲开后不禁暗暗心惊 会偷袭 来的不是之前的小喽啰 眨眼间 陈宇的四周就被闪烁着 寒芒的丝线给包围了 而偷袭他的赫然是一只 二级异兽蜘蛛女 刻有能力是蛛丝如利刃 下一秒 蛛丝猛然收缩 直接将陈宇给拉了起来 在牢牢抓住陈宇后 蜘蛛女立即名笑道 你杀了我那么多同胞 我要慢慢折磨你 再把你碎尸万段 陈宇闻言立即眉头一条条性道 你嘴挺臭的 不知道舌头会不会相点 话音刚落 脑怒的蜘蛛女立即操纵蛛丝 直接将陈宇给勒住 见陈宇不断挣扎 蜘蛛女立即笑出声来 我这蛛丝越挣扎会越紧 你是逃不掉的 与此同时 系统猛然弹出属性提升的提示 陈宇当即兴奋道 你勒得我都不想出去了 此话一出 蜘蛛女顿时就怒了 他直接将陈宇勒到跟前 并且用蜘蛛腿将其狠狠夹住 准备将陈宇给当场完结 而瞬间获得属性增幅的陈宇 手起剑落直接就将其砍翻 二级异兽根本就拦不住他 可还没等陈宇缓过神来 他的脸色忽然猛得一沉 那是什么怪物 只见他身后的异兽群中 一只体型无比巨大的猙獰 异兽正朝着城墙冲击过来 这赫然是五级异兽 异兽群独拦 指挥官剑撞连忙下令发射 伴随着近乎撕裂耳膜的巨响 城墙上的机枪立即全部瞄准 那只五级异兽开始射击 刹那间数千枚炮弹猛然划破长空 冲向黑雾之中 朝着异兽群落去 只见数千枚炮弹落入兽巢之内 瞬间炸起成片成片的火光 将冲锋的异兽全部轰成重伤 可仅仅片刻功夫 原本已经提开肉战的异兽 却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自愈 还没等众人反应过来 这群异兽就已经全部愈合 城墙上的士兵见此情景顿时就慌了 完了 彻底完了 这怎么可能打得过 与此同时 郑玉独拦忽然猛地起身昂起头 他的大肚子不断开始咕噜作响 瞬间就鼓了起来 下一刻 郑玉独拦猛然爆发出一阵怒吼 在他张开嘴巴的刹那 无数团绿油油的液体就朝着城墙上喷出 望着扑面而来的绿色液体 哪怕是陈宇也不敢硬扛 直接把腿就跑 液体落地的瞬间 厚重的城墙瞬间就被腐蚀出一个个大坑 而老者则朝着陈宇关切道 你没事吧 怪物首领出现 我们这下完了 城墙下那只赶死队完蛋了 一听这话 陈宇顿时眉头一紧开口道 你说赶死队 我有一个不好的预感 当即陈宇就拿起武器朝着城墙下跑去 同时暗暗交集道 不会吧 老板娘不会跑去送死吧 与此同时 城墙下的赶死队 已然被异兽群给团团包围了起来 眼看就要全体阵亡了 而身为一级武者的琪姐赫然也在其中 正拿着武器不断抵抗着四周的异兽 可异兽的数量实在是太多了 哪怕解决一头 瞬间又会涌上完树头 见此情景 琪姐不禁眉头紧皱道 可恶 赶死队被包围了 完全牵制不了多少怪物啊 然而就在这时 郑玉独拦的身影猛然从不远处探出 琪姐健壮立马就被震在了原地 顿时她就满脸不可置信道 怎么会 你杀了我丈夫后 我到处寻找你的消息 没想到你自己送上门来 当即琪姐就迅速释放静气 同时大笑道 我可是每天都在想你 想着怎么干掉你 话音刚落 琪姐猛然脚下意她 静直飞身冲向了真玉独拦 而正准备下城墙的陈宇 立马就看到了熟悉的身影 当即她就激动道 找到老板娘了 然而就在陈宇准备下去支援琪姐之际 老者忽然拦住了她 别去 不撞南墙不回头 与此同时 琪姐的全力一击 狠狠地刺入到了 真玉独拦的眼睛当中 顿时她就大喝倒 试试静气在体内爆炸的滋味吧 话音刚落 真玉独拦的眼睛就轰然炸开 忽如其来的爆炸 顿时就将她给炸猛了 琪姐健壮不由眉头一挑嘟一倒 看吧 你也不是无坚不摧的 然而下一秒 真玉独拦的眼睛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飞速愈合 望着扑面而来的争裕独拦 琪姐顿时就绝望道 老公 对不起 我失败了 真是不甘心啊 谁都好 如果谁能来帮帮我的话 不过琪姐很快就放弃了这种不切实际的念头 直接闭眼放弃挣扎 然而就在这时 陈宇猛然从一旁闪出荡在她的跟前淡笑道 老板娘 这就放弃了吗 男人为了英雄救美 竟用肉体抗下了一兽喷出的毒液 并且还以此获得了临时提升 强行突破了境界 就在刚刚 陈宇为了救回琪姐 不身一人冲下城墙 应战五级异兽争裕独拦 陈宇落地后就迅速抱起琪姐想要跑路 不过陈宇独拦却猛然朝着她挥出一掌 速度快到她根本躲不开 顿时就爆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陈宇直接就被这一爪子给狠狠地拍飞 陈宇独拦的力道很强 陈宇瞬间就被拍飞出异兽群上百米的距离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重击 健康加一千五 领结加四百五 进气加三百 而陈宇在落地后立即就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 经过系统的增益她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损伤 不过刚刚那一击不禁让她呼出一口浊气 对了 借助巨兽的力量突围离开她附近 还好不是致命一击 不然直接完了 而琪姐在回过神来后连忙揪起陈宇的一副交集道 没事吧 快给我看看伤口 陈宇见状连忙开口道 回家再给你看 现在这么多双眼睛看着呢 话音刚落 琪姐的脸色立马就突变了 她也意识到现在还没脱离险境 紧接着陈宇就掏出枪械 朝着不远处追来的异兽群开始疯狂射击 眨眼间 异兽群就再次将二人给包围了起来 不过郑宇独栏却被挡在了外围 陈宇见状当即出身安抚道 放轻松 利用异兽做天然屏障 那只BOSS根本过不来 闻言 琪姐连忙开始催动静气开始抵抗异兽群 陈宇则一边射击一边冷静道 异兽是他手下 肯定不会吐毒误伤 在二人合力之下 很快就清出一条活路 陈宇当即就边逃遍开口道 我们只要往城墙方向推进 就能成功突围了 然而就在这时 琪姐忽然脸色一变惊呼道 陈宇 你看后面 只见郑宇独栏猛地发出一阵咆哮 深具腐蚀性的绿色毒液 再次从她的嘴中喷涌而出 陈宇见状连忙一把抱起 琪姐开始飞奔 而绿色毒液所过之处 异兽纷纷被融成骸骨 陈宇不禁无奈道 他怎么不讲武德啊 竟然完全不在意其他异兽的死活 见陈宇的跑路速度这么快 郑宇独栏顿时就怒了 不断地朝他喷口水 不过陈宇的身体素质 已经远高于寻常无准了 他不断地起落走位 尽量保护琪姐 不被绿油油的口水碰到 不过郑宇独栏的攻击十分密集 尽管陈宇已经很小心 还是被剑到了身上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不明毒液攻击 临时健康加400 临时敏捷加500 就在陈宇愣神之际 一根星红的舌头忽然袭卷而来 直接卷起了琪姐的长腿 紧接着郑宇独栏就迅速甩动舌头 直接将琪姐爆砸在地上 实力只有一级舞者境界的琪姐 顿时就喷出一大口番茄酱 瞬间进入重伤状态 见琪姐失去了行动能力 郑宇独栏猛然张开锯嘴 一大口绿色毒液再次喷出 琪姐望着扑面而来的毒液 只能呆滞地棱在原地 她现在已经连站都站不起来了 就在这时 陈宇忽然从一旁冲出 直接用后背挡住那发恐怖的毒液 在后背遭到腐蚀的瞬间 陈宇立马就爆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 望着陈宇奋不顾身的身影 琪姐立马就急了 你疯了吗 为什么要做到这种程度 此时陈宇已经说不出话来了 身体不断冒出阵阵浓烟 眼看就要昏倒了 当即琪姐就满脸心疼地 俯了俯她的脸低声道 我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啊 下一秒 陈宇却忽然恢复如初 满脸贼嘻嘻地开口道 那就带我去一趟清水娱乐城来报答我吧 与此同时 不绝于耳的系统提示不断响起 受到不明毒液攻击 临时健康加2万1 临时敏捷加3万9 临时静气加6万5 瞬间 陈宇的体内就爆发出磅礴的金色静气 战斗力得到了短暂的飙升 感受着体内不断涌出的静气 陈宇不禁咧嘴一笑 果然跟我猜的一样 毒没办法秒掉我 危机便生机 而真欲独拦见陈宇这么扛揍立马就急眼了 在她的怒吼之下 异兽群再次涌向2人 眨眼间 原本已经突围成功的陈宇 再次陷入到了被包围的绝境当中 紧接着异兽群就直接朝着2人扑去 瞬间就堵住了陈宇所有的去路 下一刻 陈宇猛然爆发出一声怒吼 连人不觉得静气 瞬间以她为中心直接爆发开来 连异兽群都被她给震飞 在爆发了一波后 陈宇却忽然停了下来 一双瞳孔已然变成金色 紧紧盯着真欲独拦 而真欲独拦却以为陈宇力竭了 立马就直接朝着她飞扑而去 而已然再蓄力的陈宇 直接对着真欲独拦 轰出自己凝聚全身静气了一拳 瞬间就将其秒杀当场 紧接着陈宇就撑不住了 直接身子一软朝身后倒去 同时难难道 还是太勉强了 完全超过身体承受的敌线了 就在陈宇就要坠落之际 琪姐立即飞身一跃 将陈宇给稳稳接住 琪姐望着昏迷的陈宇不禁暗暗感动道 谢谢你帮我报了仇 接下来就交给我吧 我豁出性命也会保住你的 与此同时 寿朝大军依旧不断朝着城墙发起进攻 哪怕失去了首领 但是数量上的优势依旧让他们强势无比 眼看清城是要守不住了 指挥官身旁的士兵忽然开口道 预计武者伤亡率达到了90%以上 以兽朝行进的速度 再过一分钟就要突破城墙了 为了确保您的安全 希望您能离开 而指挥官则满脸坚定地沉生道 我要和清城站至最后一刻 然而就在这时 马上就要突破城墙的异兽群 却忽然停下了动作 将目光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紧接着兽朝大军就开始迅速转身 改变了前进的方向 指挥官见状顿时就猛了 异兽怎么会突然改变方向 旋即指挥官就猛地松了口气 再次开口道 虽然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这说明清城得救了 与此同时 距离清城市十多公里的悬崖之上 四道人影紧紧望着下方奔行的兽朝 一位女性忽然发声道 队长 我们这么做真的好吗 而那名队长则默然道 所有责任 我一个人承担 另一人却打断道 你承担不了 男人却只是摆了摆手 满脸冷峻地开口道 为死而已 走吧 男人在得知其姐的治疗费用高达四十万之后 竟然直接将她带回家 亲自出手为其疗伤 就在刚刚 陈宇在清城市的医院醒来之后 他不禁心头一震 我这是死了吗 望着眼前正在给自己输液和喂药的护士小姐姐 他不由怀疑自己这是上了天堂 随后陈宇猛地心头一震 等等 死了为什么要吃药 不对劲 我还活着 清城居然没事 紧接着陈宇连忙把腿就跑同时大喊道 别追我呀 药我是绝对不会吃的 别人吃药是救命 我会没命的 就在陈宇准备跑路之际 他却忽然停下了脚步 只见其姐躺在病床上陷入了昏迷状态 而医生和护士则露出一筹莫展的表情 好一会之后 医生忽然开口道 病人家属来了吗 病人静气严重透支导致昏迷 必须立即治疗 否则很快就会脑功能受损 陈宇文言顿时交集道 我是病人家属 医生你赶紧给他治疗 医生则直接开口道 手术费预计需要40万 在听到价格后 陈宇的脸色立即就黑了 他是为了守护清城兽的伤 政府不给补贴吗 医生健壮连忙解释道 你的心情我能理解 但要至于他需要几个舞者 连续10个小时以上不断输入静气才行 这个过程其他舞者也有静气透支的风险 一听这话 陈宇立即就明白了 原来如此 那就抓紧开始吧 医生文言不由暗松了口气再次开口道 是要开始治疗吗 那你先去楼下交钱 我们这就联系政府部门 可陈宇却摇头道 我是说开始伴侣出院 见陈宇要出院 医生的脸色顿时就大变了 而陈宇一边收拾一边暗暗敌不倒 因为诅咒的原因 我的静气根本消耗不完 我才是最适合救老板娘的人 很快 陈宇就带着老板娘回到了店铺中 开始准备为其姐输送静气治疗 只见陈宇已然化身高僧 正心无杂念地开始为其姐输送静气 她不断提醒自己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治病 次日清晨 其姐在经过陈宇的不间断治疗后 终于恢复了过来 在起床之后 其姐不禁深了的懒腰感叹道 感觉身上暖暖的 好舒服啊 就在这时 其姐忽然发现 自己身上似乎有点不对劲 紧接着她就猛然抓起被子 盖在身上同时压一道 怎么回事 我的衣服哪去了 下一刻 其姐就看到已经快要虚脱的陈宇 她不由美好气道 你不记得了吗 你怎么可以不记得 昨晚是你应拉着我一直要的 紧接着陈宇就大手一挥阻拦道 算了 我也不用你负责 此话一出 其姐顿时就原地实话了 什么 难道我昨晚 真的强迫你做了羞羞的事吗 当即其姐就满脸尴尬道 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只是想尝试一下小奶狗的味道 此话一出 陈宇顿时就笑喷了 哈哈 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只是在输尽气给你 帮你治疗而已 当即其姐就满脸恼怒的起身开口道 很好笑是吧 禽兽 居然敢戏弄我 衣服都脱了你都不干 话音刚落 其姐立即抬腿将陈宇给踢出房间 被赶出来后 陈宇立即没好气的叹息道 女人的心真难猜啊 随后她便拿出手机看了看 时间同时迪不倒 忙着治疗老板娘 也不知道姐姐和母亲怎么样了 还有清澄到底怎么脱困的 与此同时 避难所的门口处已然人满为患了 只见陈母不断抓起路过的学生询问道 同学 你认识陈宇吗 你有看到他吗 为什么他还没出来 见母亲一副伤心欲绝的表情 陈斯文连忙开口安抚道 妈 你别这样 然而就在这时 一旁忽然传出陈宇的声音 妈 我在这呢 再看到陈宇平安归来 二人脸上的忧郁瞬间一扫而空 紧接着陈斯文就一把抱住陈宇哭声道 你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你被转运到贺城了 一听这话 陈宇不禁好奇道 贺城怎么了 陈斯文则连忙解释道 受潮因为之原因 放弃清城转向奔向贺城 下午三点四十分 受潮抵达贺城城北城墙 四点贺城通讯断联 四点十分 贺城就已经不存在了 此话一出 陈宇的脸色立马就突变了 他没想到一个城市居然在受潮下 仅仅抵抗了半小时就没了 与此同时 整个清城市都在播放着市长缅怀到贺城的直播 灾难 又一次降临在我们身上 我们的手足 我们的同胞 你脸上定格的最后表情 我们铭记于心 紧接着市长忽然阵臂高呼道 愿人类永存 顿时整个清城市的民众就沸腾了起来 时间过得很快 五天后 陈宇再次来到了341B时空门深处 望着自己的属性面板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折腾来折腾去 等级又回到了之前那样 马上要考试了 还是要变得更强才行 不疑会 陈宇忽然发现时空门内漂浮着不少大铁球 铁球给砍烂 铁球在被切开的瞬间 立即就流出漆黑的液体 露出了里面的电子板 在看到铁球里面的电子板后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该不会是未来科技之类的东西吧 一想到这 陈宇立马就浮起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这玩意一定很值钱 紧接着陈宇就开始在时空门内不断寻找铁球 然后疯狂搜刮电子板 在一次切割中 陈宇不小心被铁球见出的黑色液体给触碰到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未知液体感染 浸气值提升 血气值提升 浑升 陈宇立马就暗暗窃洗了起来 这下转大发了 这古怪的油竟然能增强浸气 随后陈宇便加快了搜刮铁球的步伐 同时还不忘拿黑色液体提升自己的浸气 在回到了家中之后 陈宇望着拿回来的电子板 不禁暗暗期待了起来 好像在开盲盒呀 就在仔细查看完电子板之后 陈宇忽然发现其中居然藏着一个内存卡 来了来了 学渣陈宇在齐姐的帮助下终于要开始高考了 就在刚刚 陈宇意外从意境当中收获了好几块主板 陈宇没想到主板内竟然有一张人类使用的内存卡 他是越想越觉得恐惧 当即他就将内存卡给插入到电脑之中 见电脑顺利识别出了内存卡的信息 陈宇不禁暗暗嘀咕道 我不会意外发现什么重大秘密了吧 在把内存卡的文件打开之后 映入眼帘的是通篇的乱码 火 反生 重组 负 细胞等几个单字或词语不断重复着 陈宇立马猜测道 这什么呀 总不会是说什么七死回生吧 然而就在这时 房间的大门忽然被齐姐给一把推开 陈宇闻声顿时一个机灵 然后迅速将内存卡给拔掉 而齐姐见陈宇一脸心虚的表情 立即就露出一抹坏笑道 高考就剩四天了 你班主任让你去烫七中 紧接着齐姐就猛地往电脑屏幕前依靠同事好奇道 你在看什么呢 也让我看看 在看到自己的照片后 齐姐顿时眉头一挑 好啊 你竟然用我的照片做平保 你暗恋我 当即陈宇就没好气地吐槽道 你也不想想 这是你自己的电脑啊呀 随后齐姐便离开了房间 而陈宇一边查看高考的现场票价一边嘀咕道 H1排一张票五万 二排坐三万五 看到这高的离谱的价格 陈宇不禁感到有些头疼 这明摆着抢钱了 这还是普通观众席 就算只买两张二排坐也要七万 上哪岛这些钱啊 无计可施的陈宇只好再次来到了同声点当铺 准备卖一卖货 再进入店铺后 陈宇立即朝着老板娘哀求道 姐姐 你就给我个好价格吗 然后我把宝贝卖给你 就在这时 一名小嘎嘎在看完神秘主板后忽然开口道 经过同位所分析 确认这是市面上第一次出现的清晨意境内的产物 随后小嘎嘎便朝陈宇开口道 分析结果和你所说的一致 价钱的话看具体商议 一听这话 陈宇立即拿过主板得意一笑 看吧 我没骗你吧 这可是341B时空门出产的第一个物件 绝对是有价无视的宝贝 给你打个折 卖你一百万好了 而老板娘则无视陈宇的报价自顾自的开口道 两万 一听到这个价格 陈宇顿时急眼了 砍价也不是这么砍的呀 他连忙拍了拍主板推销道 这可是第一个呀 如果这是同声组第一个发现时空门 对声望提升很大吧 随后陈宇便伸出手来开口道 陈宇价五万 可老板娘却摇了摇头硬道 一万 第一个发现的 只能证明运气好 宣传效果有限 陈宇文言便满脸失望地转身道 那我去问问隔壁黑市吧 老板娘见状不由轻笑道 一口价三万 不行你就走 话音刚落 陈宇立马就转身握着老板娘的手 笑嘻嘻道 成交 而老板娘则有些狐一道 你得保证第一个从意境带出来的产物 是我们同声组的 而陈宇则笑嘻嘻地再次从身后掏出两块主板开口道 既然一块三万 那我就再卖两块吧 老板娘见状顿时没好气道 三万是第一块的价格 后面的两万五 陈宇文言立马热情地摇晃起老板娘的手干脆道 成交 毕竟产出的前三个物品都被你们承包了 紧接着陈宇再次从身后掏出两块主板咧嘴笑道 那我再卖两块吧 忍无可忍的老板娘立马抬手 就给陈宇一个过肩摔同时怒喝道 敢耍老娘 见老板娘是动真格了 陈宇连忙把钱给收了 然后快速跑路 不过陈宇在轻点了一下余额后有些失望道 可惜了 第四块没卖掉 才卖了七万五 也只能买第二排的票了 在解决了门票之后 陈宇忽然想起奇姐让自己去一趟七中的事情 当即他便准备前往新学校报道 画面一转 七中教室内 小嘎嘎们不断议论着 听说二中被开除的学渣要来我们班拖后腿了 难怪班主任脸臭了一天 话音刚落 教室大门忽然被陈宇给一脚踹开 紧接着陈宇摆出了帅气的姿势 朝着刚刚说自己坏话的小嘎嘎冷声道 你们说的是我吗 可帅不过三秒 班主任忽然踩着高跟鞋来到陈宇身后冷声道 堵在门口干嘛 你的座位在最后面 赶紧过去 可陈宇来到自己的座位后 却看到自己的座位被刻画得惨不忍睹 听着身边不绝于耳的嘲笑声 陈宇的脸色立马就黑了下来 原来这么不欢迎我呀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群体恶意 精神加24 陈宇不禁嘀咕道 老师居然纵容学生做这种事 当即陈宇就哈哈一笑开口道 大家的祝福我都收到了 我很感动 而班主任则厌恶地瞥了他一眼 然后再次开口道 没座位的就站着 接下来我跟大家强调一下考试的注意事项 考试时间为两天 每年7月7号到8号 考试采取一场丁胜负 赢了马上下一场 因此要注意体力控制 说到这 班主任忽然默然地朝陈宇开口道 不过 像你这种被学校放弃的学生 可能第一轮就跪了 此话一出 班里的小嘎嘎立马就哈哈大笑了起来 让他现在给我们跪一个 磕头叫声爸爸 还能考虑罩你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就有些恼怒了 紧接着陈宇脚下一动 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在两人身后 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陈宇就直接伸出双手 将他们给抱砸在地上 随后陈宇直接将二人给揪起来笑道 我的好大儿 怎么了 还不快叫 然而就在这时 班主任却忽然立声打断道 干嘛呢 无法无天了都 不想失去高考资格 就把你那混混作风收一收 见这个班主任如此双标 陈宇立即就松开二人 然后默然道 好的老师 我们明天考场见 四日一早 考场外就已经人潮涌动了 正在排队的陈宇 不禁暗暗期待了起来 不容易啊 终于等到这一天了 男人本想在高考大赛上一名惊人 可没想到居然会在厕所中展露头角 并且还在比赛中被妒忌 她的对手给命中要害 就在刚刚 陈宇刚准备进入考场 她的手机却忽然响了起来 在接通后 电话那头立即传出陈思文的声音 陈宇 我打电话是来问你话的 事业这么棒的票都非常贵 你买票的钱哪来的 你是不是吃软饭了 陈宇心里不惊一慌 连忙低声解释道 吃个毛软饭 别瞎操心 不跟你说了 我要入考场了 在挂断电话后 陈思文立马就露出一副 看透了一切的表情开头道 心虚了吧 她果然有富婆 而在她的前方观众席第一排 偷听全程的齐姐忽然微微侧头 在心中暗道 暴露了吧 她果然有相好的 很快一众学生就陆续进入了考场之中 今天是海选赛 全市的考生根据实力排名 在计算机的综合匹配下 进行比试 随后裁判就高声宣布道 初赛第一轮队站马上开始 友情五中的马帅和七中的陈宇上台 陈宇没想到这么快就轮到自己 当即便朝着擂台走去 而马帅浑身肌肉很发达 一脸胸向的对陈宇默然道 最后站在擂台上的只能是我 陈宇也照葫芦画瓢的摩拳擦掌道 今天是我人生的起爆点 然而就在这时 马帅却忽然恼怒的开口道 是你 没想到我们这么快就又见面了 而陈宇却满脸笑嘻嘻的打起来招呼来 是你啊 我教的法子好用吧 此话一出 马帅的脸色瞬间就难看了起来 回忆起刚才所发生的事情 在考试前十分钟 男生厕所内 陈宇一边上厕所一边计划着 等考试的时候要展示一下实力 可厕所里的眼睛却全都直勾勾的盯着陈宇 并且发出阵阵惊呼 这怎么是正常人吗 真骨俱鸡 陈宇闻生当即就连忙拉起链子敌不道 没想到实力是从厕所开始展露啊 而马帅立即厚着脸皮讨叫道 同学 你练的什么功法呀 可以教教我们吗 此话一出 陈宇立马就在身上摸索同时开口道 正好有个东西可以快速帮你们变长 随后陈宇便拿出一把小尺子开口道 这是自欺欺人尺 送你了 警戒着陈宇便干脆的离开道 我先走一步 你们好好测 此话一出 众人立马就满脸恼怒道 谁在擂台上碰到他 一定要往死里揍 而厕所门口的一名粉发女 见此一幕 不禁皱眉不屑道 男人奇怪的攀比心啊 真是幼稚 不过这个陈宇倒是有趣 本来只是赛前刺探一下他的实力 没想到还发现了他的特长 在看到陈宇上台后 底下的小嘎嘎立马开始大吼道 兄弟报仇的时候来了 都知道往哪打了 可马帅却忽然拍了拍陈宇的肩膀开口道 我们暂且放下这些小摩擦 认真高考吧 陈宇文言顿时就猛逼了 被说小事小事吗 话音刚落 立马就传出喷的一声巨响 马帅猛然出手 直接用脑袋狠狠地撞击在陈宇的脸上 望着被撞飞的陈宇 马帅立即怒吼道 是奇耻大乳 紧接着马帅迅速一个剑步 朝着陈宇的要害部位狠狠地轰出一记重拳 见此情况 小嘎嘎们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耍鹰招 兄弟好样啊 下一刻 马帅高达0.3级的进气猛然爆发 狠狠地轰击在陈宇的要害处 顿时系统就响起提示 受到伤害 声誉能力加145 而马帅立马一把抓起陈宇的脑袋冷声道 让你嘲笑我 可陈宇则满脸不屑地摸了摸鼻子开口道 你当时给点力啊 此话一出 马帅和小嘎嘎顿时就被惊住了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高达0.3级的进气 居然没能把陈宇给打倒 下一秒 陈宇体内的气感迅速运转 猛地抬腿甩出一脚爆发的全身进气 马帅顿时就瘫倒在地发出音音的叫声 陈宇见状不由美好气道 我已经强到这种程度了吗 马帅文言却眉头一皱恼怒道 放屁 是我进气好空了 你怎么不守规矩啊 此话一出 陈宇不禁疑惑道 什么规矩啊 马帅文言当即怒骂道 上场就要报进气的呀 彼此不先亮出实力 万一悬疏过大 导致伤亡了怎么办 你太狡猾了 竟然硬生生地把我拖垮 而陈宇则摇了摇头轻笑道 那你要怪的不是我 是小老弟你啊 说完 陈宇立即伸出小拇指讥讽道 没想到你不行了 一点都不持久 此话一出 马帅的脸色顿时就难看了起来 他恨不得将陈宇给生吞了 而一旁的裁判则举起陈宇的手宣布道 获胜者 七中陈宇 很快第二场比赛就开始了 是由二中的英丽对战七中的陈宇 在从马帅那里得知了规矩之后 这次陈宇一上场就开始爆发出自己的禁气 禁气所卷起的旋风 立即就让英丽惊叫连连 快把你的禁气收起来啊 而陈宇此时已然兴奋到了极点 不断加大禁气的输出 英丽健壮只好表示认输 接下来就是第三场 三中的寻宫对战七中的陈宇 寻宫一上场 在看到陈宇后立马就怒撕自己的衣服朝着陈宇飞扑道 哥哥的古剧机好恐怖 我怕 我认输 随后寻宫一脸娇羞地请求道 哥哥 比赛后可以让我看一眼吗 此话一出 陈宇再也忍不住了 抬手就将寻宫狠狠地爆砸在地上 而今天的最后一场 一中的柳倩对战七中陈宇 而柳倩竟是不久前在厕所发现陈宇特长的那个大美女 男人在严肃的高考中居然张开怀抱 并且还无耻地当众将对手给抱住 就在刚刚 陈宇的第四场比赛对手居然是一中的大美女柳倩 陈宇在上台后不禁没好气地吐槽道 什么吗 以为自己是明星啊 而柳倩在见到陈宇后瞬间眼前一亮 是一个好看的小哥哥爷 陈宇在看清柳倩的长相后立马就看呆了 是超好看的小妹妹爷 这怎么下得去手啊 当即陈宇就连忙握住柳倩的小手开头道 妹妹你看上去有点眼熟啊 我们在哪里见过 而柳倩则害羞道 你这搭上好老套 但我好喜欢 比赛完之后我们去约会吧 裁判健壮顿时脸色一黑恼怒道 你俩能不能别避避了 随后柳倩便连忙爆发出体内的进气 率先出手朝着陈宇冲去 只听妹子叫叫一声 在进气反冲力下 如箭矢般冲向陈宇 在飞到陈宇跟前的瞬间 他猛然抬起白嫩的长腿 对准陈宇侧脑就是一个侧踢 其速度之快 力道之猛 江湖笑声都变得尖锐 可陈宇却只是随手一抓 就挡住了这一脚 紧接着陈宇眼中金光一闪惊呼一惧 蕾丝的 可接下来陈宇却没有出手 而是手掌猛的用力一推 身在半空中的柳倩顿时失去重心 迅速向后侧翻 而陈宇很迅速地就张开双手同时对一道 来吧 下一刻 翻倒的柳倩迅速落下 而早已经张开怀抱的陈宇 直接就将她给抱住 可陈宇在嗅到柳倩所飘出的味道后 脸色瞬间变化了起来 而台下的啦啦队们见此情景 顿时就赫然而怒 一个个发指自裂 此时柳倩的脸颊已然飞红 胸中小鹿乱跳 可陈宇却忽然回想起 不久前自己在离开男生厕所后所发生的事情 陈宇当时还没走多远 迎面就走来一个打着喷嚏的女子 再将喷嚏挥洒在陈宇身上后 她连忙掏出纸巾开口道 不好意思 我今天感冒了 在帮陈宇擦干净衣服上的痕迹时 柳倩不禁暗暗感叹道 好大的胸肌 实力不俗 紧接着柳倩的手不断往下移 很快就滑到了陈宇的腰间 顿时她就激动了起来 不穿衣服的样子应该更性感吧 就在这时 陈宇忽然猛然伸手阻拦道 下面应该不用擦了 紧接着陈宇就眉头一皱提醒道 这里是公共场合 你靠得太近了 而柳倩则俯想连偏道 不是公共场合就可以了吗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会感冒了 紧接着柳倩就抬头煽情道 因为我对你没有抵抗力 而陈宇则焦急道 离我远点 我快忍不住了 紧接着陈宇就猛地打了个喷嚏 同时无奈道 你身上的味道太刺鼻了 在被陈宇的口水喷了一脸后 柳倩的脸色立马就变了 都是口水 脏死了 而陈宇则没好气道 都说了 是你非要整个人贴上来的 恼怒的柳倩当即开始尖叫起来 变态 抓色狼啊 此话一出 陈宇立即就被保卫追了几条街 陈宇一想到诬陷自己的人 居然被自己给控制住了 他立马就在心中暗道 别以为换套衣服 我就认不出你的味道了 紧接着陈宇的身形猛然向后一反 柳倩甚至都没反应过来 就被陈宇给爆砸在地上 裁判见状立即高声宣布道 其中陈宇获胜 当即陈宇就连忙转身关切道 好妹妹 你没事吧 比赛也结束了 那我们 还没等陈宇说完 柳倩就猛然起身恼怒道 你想得美 我绝对不会跟你去约会的 而陈宇则一脸古怪道 你在说什么呀 我才不会跟你这种丑八怪约会 我是说你之前诬陷我的事情 咱们这就算扯平了 此话一出 柳倩顿时就猛逼了 他似乎听到了一个 他从没听到过的形容词 紧接着柳倩就脸色大便惊呼出声 我丑 你说我丑 你居然说我丑 男人不仅在比赛中 落手催花拿下胜利 并且还表示自己不想跟丑八怪约会 在陈宇准备下台时 一名小嘎嘎忽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陈宇同学 来我们槟城理工吧 真男人的天堂 此话一出 陈宇不经浮想连篇了起来 当即他就双眼冒光傻笑道 嘿嘿嘿 具体给我说说 而小嘎嘎却直接变装激动道 学校全都是老爷们 激情满满 一个女人都看不到 基建专业尤其适合你 一听这话 陈宇便直接干脆地静止离去 小嘎嘎不由暗暗嘀咕道 他居然不喜欢这么完美的男性天堂吗 就在这时 一道呼喊声吸引住了陈宇的注意力 陈凯子加油 欺重必胜 陈宇不由寻声望去 只见陈凯子正在擂台拼命进攻 而台下的班主任和同学们 都在拼命为其那喊助威 不多时 裁判就抓起陈凯子的手宣布道 其中陈凯子获胜 而班主任文生立马得意地写下陈凯子的名字 同时开口道 咱们班除了陈凯子同学 没人进击了吧 话音刚落 陈宇忽然悄然来到班主任的身后 倾壳打断道 还有我 被打断的班主任文生立马转身恼怒道 没看到我在忙呢吗 你什么你 被淘汰了就赶紧走 此话一出 陈宇不禁眉头微皱道 我发现老师你三观很正 可惜五观不行 说完 陈宇便直接转身准备离场 班主任则立马恼怒道 你这样的垃圾 怪不得会被二中开除 就在陈宇就要离去之时 两名考官忽然拦住了他的去路 我们是高考的考官 你是陈宇对吧 根据期中提交的资料 你的进气等级只有0.3级 但你在出赛上的表现远超0.3级 麻烦配合我们调查 而班主任则满连笔一档 肯定是他使用微镜品作品了 考官文言不禁眉头一皱 你是亲眼见过他使用微镜品吗 如果没有那就是诬陷 此话一出 正准备开始嗶嗶嗶嗶的班主任 立马就自觉地闭上了嘴巴 而美女考官则拿出 检测进气的仪器开口道 我们需要重新测一下 你的进气等级 陈宇见美女考官到来身前 立马就聊起衣服开口道 来吧 别不好意思 无必客气 在仪器检测完之后 陈宇的进气等级赫然是0.7级 当即美女考官就严肃地 朝班主任开口道 其中提交的数据明明只有0.3 现在怎么变0.75了 文言 美女考官立马立声道 考生的是能随便吗 我们会把这件事汇报给 专门的机关对你进行惩处 班主任文言不由 双腿一软扑通的跪倒在逼傲脑道 我的职称 我的奖金 全都泡汤了 而考官则热情地搂住 陈宇的肩膀开口道 恭喜你晋级 接下来好好加油 既然你的进气水平达到0.75 初级比赛全胜就没有问题 此话一出 陈凯子和班主任立马就骇然了起来 什么 他晋级了 还是全胜 满脸不可置信的陈凯子当即就飞身一跃 朝陈宇袭去同时恼怒道 他一定是作弊 可陈凯子还没碰到陈宇 那名考官就身形一闪 抬手一巴掌就将陈凯子给开飞 紧接着考官就脸色阴沉地开口道 你是在怀疑考官的职业操守 还是质疑我们的公正性 陈凯子见状连忙开口道 不敢 不敢 他不禁在心中暗骂道 陈宇你给我记着 很快 所有通过出赛的人就统一来到了紧急通道门口 现在重复一下考试规则 说到这 主考官那双凌厉双眼猛的扫是全场宁孝岛 擂台赛是淘汰制 只要有一场落败 就算是正式赛资格 你们要抱有杀死对方的心态哦 或者抓紧时间写好遗书 紧接着光头男嘴角上扬 普通的微笑竟显得残忍 孩子们 欢迎来到真正的高考 来了来了 残酷的淘汰晋级赛终于来了 就在刚刚 数百名晋级的考生已经集结完毕 在光头主考官的带领下 走向大门出口 紧接着主考官大手一挥宣布道 欢迎来到真正的高考 随后光头主考官便缓缓推开了金属大门高升道 真正的试炼现在才开始 在万众瞩目下突出重围板 在大门打开后 主持人立即宣布道 接下来欢迎我们晋级的考生入场 第二场万众期待的擂台赛即将开始 顿时场内就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 那是数万人共同声嘶力竭吼出的声音 原本紧张的陈斯文 在看到陈宇的身影后 不由鼻头一三激动道 妈 是陈宇 他晋级了 晋级了呀 与此同时 贵宾区内各大招生扮的人不断咆哮道 今年你一个学生也别想从我手里抢走 就在这时 主持人忽然宣布道 请所有考生前往戴战区 第一轮比赛马上开始 随后所有晋级的考生 立刻跑向了各自中学的戴战区中 开始闭目养神准备迎接接下来的比赛 而陈宇也连忙往椅子上躺去 美滋滋地哼起了小曲 然而就在这时 其中的校长却带着一群鸡肉男来到陈宇跟前开口道 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陈宇吗 快给我按住他 当即陈宇就被一众鸡肉男给包围了起来 顿时他就急眼了 你要干嘛 就算你是校长也不能为所欲为 见校长默不作声 陈宇立马威胁道 我要举报你 而校长却淡笑道 去啊 你看谁理你 开始吧 陈宇闻言顿时眉头一皱 在考场上都敢找人来搞我 我绝不能折在这里 可下一刻 全身被技师们熟练揉捏的陈宇 不禁发出一阵酥麻的赞叹声 我都不想起来了 见陈宇这么享受 校长忽然叹息道 对学生好又不犯法 你举报我什么 你们这些学生还是太害羞了 只是按个膜而已 以前都是女技师 可惜被举报了 此话一出 陈宇的脑海中立即就浮现出一幅天堂的景象 顿时他就脸颊一红震惊道 你说什么 这实在是太可惜了 闻言 校长立马激动的一把握住陈宇的手 惺惺相吸道 终于有人懂我了 凹凸有志的身材就是他们最大的武器 像魔法一样 让我不断突破自我 释放无尽力量 一说到这 校长不禁将目光投向班主任 看来以后也要提高老师的水平 太平了影响学生上课的热情 随后校长便转身朝着一众晋级的七中学生开口道 接下来我跟你们分享一些 我总结了多年来晋级赛的一些经验 说到这 校长立马脸色一阵严肃道 第一场淘汰赛的匹配规则 是优先匹配本校的 一般下手都不会太狠 所以同学们可以放松一些 话音刚落 擂台上被奏飞的小嘎嘎忽然一头撞进了墙壁之中 见此情景 陈宇不禁眉头一皱低声询问道 校长 这还不算太狠吗 当即校长就轻壳两声尴尬道 不过男人最好的伤疤 就是重伤后留下的那条 就在这时 主持人忽然高声宣布道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二轮比赛的选手 他们分别是 三中王爱对阵 三中李青 九中赵沟对阵 九中白铁 一中功老对阵 六中行坡 七中陈宇对阵 七中陈凯子 在宣读完比赛名单后 主持人立即高声大喊道 比赛开始 让我们看一下赛场情况 一号擂台的两位在学校里是一对情侣 但是比赛中也没有丝毫留守 而九中的两位在学校里都是有名的舔狗 谁会是最强舔狗呢 一中的两位在学校里是情敌 赢的人能最终抱得美人归吗 就在这时 主持人忽然惊恶道 七中的两位怎么回事 他们两个怎么一动不动 比赛都开始了 为什么还不动手